太子庸 这孩子太将了 说什么也不爱学习了 同时一死相娇胁 把他爹赵素侯气得是张口结舌呀 用手指着他脑门子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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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我也 这废太傅废悠通在旁边听着 你说这老师当不当有啥意思 马上叩头提出辞职 这这赵素侯方寸一乱 让儿子都气糊涂了 只好点头答应 不过他提出要求 您老可以回家去休息 随时待命 将来我还得请您 赏赐了不少金监财宝派辆车 把废太傅送回园记 哎呀正在这时候 朝上出事 现在赵国的南方边境正打大仗 关乎着国家的存亡问题 赵素侯就得开会研究对策 没工夫再管太子佣 哈 从这天开始以后 太子佣可解放了 带着司马望族 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 玩啊跳啊蹦啊 就差上房接瓦了 两个人就玩疯了都 如果说又这么玩 也闹不出大格气 也就算了 也何该出事 单说这天太子佣 带着司马望族玩来玩去 到了王城里边西北角 那个秦寿园 前文书咱说了 什么叫秦寿园呢 就是真秦猛寿 闹了半天这赵素侯啊 也爱玩 一天处理国政啊 心烦意乱 所以博谢巨款 在王城的西北 修了挺大一片秦寿园 花巨资 买来的非秦猛寿 有时候到这观赏观赏 开开心 王公贵族也到这巨一巨 就是这么个地方 这太子佣啊 带着司马望族来了 一开始他没想旁盖 看看狮子老虎金钱豹 再看看飞禽 看看这看看那玩得挺开心 玩着玩着突然他想起一件事了 坐到石凳上 双手脱塞 两眼发指使 若有所思 一句话他也不说 也不玩了 司马望族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问他 太子 你咋了 你想什么呢 哎呀 我说司马望族啊 我看着这些走兽 我看着这些飞禽 我心里难过呀 看着他们 我就想起咱俩来了 想当初咱俩 何等的快乐呀 就好像这狮子老虎 要把他们放归自然 回到沙漠 回到树林里 他们得何等高兴 要把这些飞禽给放了 他们展翅摇陵 腾空而起 那得多美呀 你说就这么点个地方 就把他们捐到笼子里头 就是供他吃 供他喝 他失去了自由 恐怕心里头也不是滋味 他们心里的滋味 跟咱俩当初上课的时候 差不了多少 我在想这些事 司马望族点了点头 太子想的也对 你这一说呀 我也想起来了 肯定他们心里不是滋味 你看那老虎 也不怎么昏食 你看那突揪 也不飞 他也飞不起来呀 尸体他们挺难过的 哎 我司马望族 我想个好办法 干脆把他们放了就得了 别别别 哎呀 我说太子 你可别捅娄子 这是国君花巨子收集来的 你给放了 你可犯大罪了 使不得使不得 你别管 出了事有我担着 我说放我还就放 来来 服侍这些真青野兽的小太监们过来了 太子 你有何吩咐 把笼子都给我打开 都给我放了 这奴才们吓死也不敢 没有君侯的话 谁敢这么做 这是掉脑袋的罪名 不敢是吧 把钥匙给我 我敢 出了事跟你们没关系 拿来 把钥匙拿过来 这这 拿过来 哎 谁能惹得起这个小爹呀 把钥匙乖乖给了他 没你们的事了 滚吧 小太监们不敢走 藏得看不见的地方 头眼瞅着 这太子拥着孩子 岁数不大 真有主意 毫没犹豫 过来嘎嘣嘎嘣嘎嘣 把大索全给打开 铁门拉开 都跑了不 那飞禽一看可以出去跑 那能不高兴吗 斩赤妖灵 是腾空而起 各奔西东 太子拥和司马望族 是鼓掌叫好 哈哈 哎呀 真自由啊 真自由 跟咱俩一样一样 那野兽也不例外 什么狮子老虎进钱包 一看龙的门被打开了 往哪跑的头 东一头西一头 整个这寿园就乱了套了 小太监你看 我的娘啊 赶紧报告给申宴 申宴一听 大惊失色呀 转报给赵素侯 赵素侯一听 什么 哈哈 哎呦 气死我 皮带撩跑 赶到寿园 一看 可不是吗 后园的都乱成了一锅粥了 有的野兽 他跑不出去王城啊 那些看管野兽的奴才 仆人 加上小太监 拿着脑钩套锁 正捕捉 没跑了的那些野兽 那还不乱套 也怕野兽伤人呢 在王城里烂穿 要把谁给咬死怎么办 赵素侯倒着一瞅气的直跺脚 烦了 烦了 来人来人 快传黑衣令 黑衣令啊 你顾名思义 都是穿黑色的袍子 保卫宫廷的卫队 黑衣令 下令之后 来了一百多人 赵素侯告诉他们 马上把看守受援的这些奴才 给我抓起来 斩首示众 他们没尽到责任 你说这帮人倒霉 抓了一大帮就要砍头 太子用一看 不行 马上是挺身而出 爹爹 跟他们好没有关系 是我逼着他们 把钥匙交给我的 您要怪罪的话 您怪罪我 您要杀头的话 您杀我的头 跟他们无关 你 你你你你你你 你这个逆子啊 你以为我真不敢杀你 不成 爹 您随便 谁让您是我爹呢 您有大权在手 是车列 是把我割了 你下令吧 我听之认之 他把小手一背 胸扑一把 小脖子 耿耿的小脸 羊羊着 毫不在乎 这回赵素侯是真生气了 把刀袖一甩 气得一转身 干什么去了 找禅夫人去了 他知道当母亲的说话 比他这个爹说话 有分量 但有一线之路 他不找禅夫人 为啥 贤文书咱说了 禅夫人自从生了太子庸之后 这身体是每一框愈下 现在都到了 卧床不起的程度 就在后宫里待着 所以赵素侯 有些为难的事情 都不敢惊动他 特别孩子实学 生气这些事 也不敢告诉夫人 怕他一生气 保不住这条命 今天实在是气得 没办法 他摇头晃脑 这才来在后宫 一进禅夫人的寝宫 一看禅夫人 直挺挺躺在床上 那俄华正为他粥喝 咱说过 俄华 就是司马望族的娘 也是太子庸的奶娘 他跟禅儿关系之后 就好像亲戚俩 差不多少 最近些日子 她是衣补解带的 这服侍禅夫人 赵素侯从来不进来 夏的阿华 赶紧起身跪到行李 应接君侯 赵素侯一摆手 让他站在一旁 坐到床边 先问问夫人的病 你身体怎么样 精神如何 夫人 夫人勉强着支着床坐起来 阿华赶紧用枕头 给他倚住后腰 禅夫人是少气无力 面带着苦笑 怎么仔细一看 赵素侯气色不正 那脸灰秃秃的 怎么那么难看 禅夫人吓了一跳 就问君侯 你怎么了 怎么面带不悦之色 你看 你浑身之秃秃 哪一点不舒服 哎 夫人 但凡有一线之路 我也不想告诉你 实在是太气人了 气死寡人了 谁把你气着 莫非是庸而不成 除了他还有谁呀 你说这个逆子 把寿元的飞侵猛兽 全给我放了 他通过谁了 这孩子就胆大包天 为所欲为呀 你说气人不气人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买来的 我就觉着闲暇之事 开开心 他专门给我搞了一个破坏 他哪里是我的儿子 是我的对头 呦 家呀 禅夫人听完之后 不但没生气 相反笑了 郭君啊 我看你多余生气 哦 我怎么多余 那孩子把飞侵野兽放了 肯定有一定的道理 说明孩子有一颗善良仁慈的心 将来他继承你的侯卫 他也会善待天下的百姓的 难道你不希望有这样一个继承人吗 他是看着飞侵野兽太受罪了 动了怜悯之心 故而放之 这也是一件好事啊 败点财就败点财吧 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听了这件事 非但不生气 我还替你高兴 他这这 诶 赵祖侯听完了禅夫人的解释 这心情果然好多了 也不那么生气了 仔细扒的扒的滋味 夫人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你看 话是开心锁呀 把他心里这把锁给打开了 赵祖侯点了点头 好吧 既然夫人如此说 我就不怪罪他了 庸儿最近学习怎样 诶 嗨 我还没跟你说呢 学什么学呀 把太傅费油桶都打发走了 时光流逝将近一年了 啊 那这一年他干什么 玩呗 就差上房接瓦了 他说无拘无束 既然这个话你问起来 你听我如实道来 赵祖侯也不隐瞒 就把太子庸 怎么戏耍老师三番五次的事情讲述了一遍 你说 纵观这孩子的所作所为 可气不可气 他说话刚说到这儿 就见禅夫人俩眼一翻 有这等事 哭通躺下了 顿时就背过气去 赵祖侯吓得赶紧站起身来 禅儿 夫人 哎呀快传御医 传御医 阿华 赶紧去找 时间不大 来了十几位御医 轮流给枕脉 又扎针酒 又给灌药 忙活了一上午 这夫人这口气就没上来 直挺挺的跟死人一样 赵祖侯急得直跺脚 又吹前胸 又后悔 我不应该跟他说这些事 我明知道他身体不好 控制怎么就没控制住的 哎呀 乖我呀 我要了他别命了 鹅华的脑袋保持清醒 他一看了 夫人不好 赶紧命人 快把太子给找来 有人去找去了 太子拥和司马望族 玩得正高兴呢 一看他爹也没处分他 我就把飞禽野兽都放了 你能把我怎么的 还正在那玩呢 有人来找他 太子太子快去吧 夫人身体不好 情况不妙 这一句话要了命了 你看太子拥 虽然顽皮 任性 有一颗孝心 尤其跟他母亲 那真是心连着心 一听母亲要捂好 把他活都吓飞了 玩儿心荡然无存 撒脚往后宫就跑 等进了后宫 一看 御医大夫十几个在旁边是摇头甩手 没有办法 再看他爹在旁边掉眼泪 一看禅夫人直停停在那躺着 太子拥都没脉了 三步并两步扑到床前 趴到母亲怀上 母亲 母亲啊 母亲啊 是顿足吹凶 嚎啕大哭 他这一哭 在场所有的人全哭了 你别看是这么顽皮一个孩子 还这么孝顺他娘 因此众人深受感动啊 太子拥呼唤半天 母亲一点反应也没有 哎 他突然脑子想起一件事来 好像太傅费油通 给他上课的时候 讲过一个古典故事 也不是什么人类的 溃骨为羹 就是把身上的肉拉起一条来 做成肉汤 给父母喝 哎 还能治大病 不知道这招好时不好时 他想到这里站起身来 从腰间一伸手 把短剑拔出来 这是防身的 毫不犹豫 把裤腿望上一卷 抓住腿肚的那条肉 呈就一戒 就血洗一条子 这条 没二粮也差不多 扑的血就淌出来 在场的人 无不惊骇 赵素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再想拦 为时一晚 就在清科之间发生的事 就见太子庸 把这条肉高高举起 吩咐那些御医 快 拿下去做羹 给我娘吃 快快 这些御医 有的过来 把这条肉拎着 下厨房了 那些人赶紧过来 上止疼药 止血药 给包砸 然后扶着太子庸坐下 太子庸说什么 也不做 也不喊疼 依然盯着他娘 带着呼叫 时间不大 肉羹做好了 他亲自撬给他娘的嘴 亲自在这喂 母亲喝两口吧 母亲啊 你说这玩意怪事吗 说这玩意就治大病 你说不治吧 喝下那么两口之后 就听见禅夫人 五脏六腑十二重楼 把这气给打通了 紧跟着禅夫人 轻轻地叫了一声 睁开了双眼 在场的人都没想到 看来这偏方治大病 太子庸赶紧过来 娘呢 母亲 我是您儿 您怎么样 禅夫人睁着一双 无神的眼睛 往床前看了一看 也听着儿子的呼喊之声 她的眼泪 顺着眼睛尖躺下来 看着赵素侯在旁边站着 她一目示意 叫丈夫过来 赵素侯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赶紧哈摇过来 夫人 你觉得怎样 禅夫人少气无力 颤抖着手 抓住赵素侯的手 郭军啊 你我天缘有份 我们接近二十余载呀 我给你生下孩子 太子庸 也算报答了你的知遇知恩 我走之后 我希望你善保欲体 把这国家维持好 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也念你我夫妻一个好字 对咱的孩子要教养他成人 千万不要姑息了他 不要把他惯坏了 万余千言 我不想多说 我还有件重要的事情相托 夫人请讲什么事 她用眼睛看了看旁边的阿华 阿华是太子的奶娘 我们俩相视也二十来年了 此人心地善良 公正无私 我非常满意 我走之后 这后宫的事情完全委托给他了 望国君恩准 他这 赵祖侯瞅瞅身边的阿华 阿华也哭得跟累人一样的 那跪了 心说怎么可能呢 人的确是不错 不过充其量 是一个普通的不一 目不失丁的小百姓 这后宫多达千人 怎么叫他能主管得了呢 他能担当得了此人吗 这夫人是不是糊涂了 他就犹豫了一下 禅夫人看得清清楚楚 紧紧拉着赵祖侯的手 攒足人力气跟他说 你不要心存遗迹 你想 我走之后 后宫无人主持 你那些偏非必然夺权 每个人主持公正 就是健康的那时候 脑袋也不糊涂 现在弥留之际就更聪明 更清醒 他嘱咐赵祖侯 你当着我的面要承诺 我死之后 后宫的大权要交给阿华掌管 赵祖侯不明呗 他是个不仪 不仪就是普通的老百姓 一点功名都没有 而且呢 是目不失丁的一个普通妇女 他怎么能管得了后宫这一千多人呢 禅夫人向他解释 第一 这个人心地善良 公正无私 交给他 我放心 再说 这后宫之中 你妻妾成群 我在着 他们不敢闹事 我一旦不在了 他们互相争权 每个人主持公正 那就得大乱 家不和外不顺 宫里头要一乱 赵国的江山就保不住了 我走了 我放心不下 有这么个人 我才能安心 还有最主要的一点 咱的庸儿 顽里成姓 就是你我夫妻和阿华 能容得了他 换谁也容不了 有阿华在着 太子庸不会受气 如果没有了阿华 落到旁人手里 后果可想而知 郭君啊 我这么点要求 你难道都不满足吗 哦哦哦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赵素侯的眼泪 一双一对 往下掉 才知道夫人用心良苦 看得比自己远得多呀 夫人放心 我照办就是 说着禅夫人 用眼睛看了看阿华 那嘴四张 四不张 你得仔细听 才有声 还不谢恩 哦 是是 阿华跪倒在赵素侯面前 请求封赏 赵素侯点了点头 阿华呀 阿华 夫人方才说的 寡人一定照办 他要撒手而去 你就是后宫之主 谢君侯的天恩 磕了撒响头 禅夫人满意地点了点头啊 这办事情是四脚落地 平平稳稳 不留任何裸烂 而后 他的眼光就落在太子佣身上 太子佣 你看赶紧跪爬几步 到了母亲身旁 母亲 你有什么话您说吧 哎 禅夫人把眼闭上半天没说话 那眼泪像珍珠断线一样 看来攒了最大最大的劲 拉着赵雍的手 遵遵教诲 孩子 你太顽皮了 你太不给你爹妈争气了 你都干了哪些荒唐的事 你君侯父亲都跟我讲了 想那太妇废忧通 乃人上之人 连你的父亲都尊敬三分 全赵国的人无补养视 为什么在你的眼里是一文不值 你戏弄尸嚷 大逆不道 为娘听罢之后是气断干娼 老实跟你说 要不是你胡作非为 你娘可能还能多活几天 恐怕现在咱们母子再也见不着面了 我要告诉你 你要认真地学习呀 你不学哪里来的学问 哪晓得什么治国安邦之策呀 孩子 你能好好地给我学吗 母亲只要您病好了 我说什么我都听 我一定好好学 好 我相信你这话是真的 你学一学古今圣贤 想当年梦无三千 他儿子梦克才一举成名 这些古人的事情你要牢记莫忘啊 书里有黄金 不学怎么治国 不学怎样安邦啊 只要你认真地学 我就放心了 我只怕你口不应心 传夫人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 眼睛望上一翻 把手一松 是撒手而去 但是死不瞑目 对儿子不放心 眼睛睁睁睁 这下太子佣受的震动太大太大 哭的是痛不欲生啊 以头处地 母亲 您放心地走吧 而一定宁可肺腑 绝不忘母亲地教诲呀 说着用手一抹死 禅夫人的眼睛 这才闭上 哎呀 屋里人没有不哭的 咱们长话短说 禅夫人这一死 这是赵国最大的一件事情啊 全国绝爱 盛况空前 后来把他的灵鹫 展示埋在邯郸 等赵素侯百年之后 夫妻合葬于寿陵 古迹犹存啊 这是后话但展切不提 一直闹腾了 能有一个来源 这事才平息 后宫的事情 交俄华掌管 赵素侯可以安心处理国事 按照周理的规定 母亲死了 儿子应该守孝一年 就在邯郸城母亲的坟旁 搭了一座草炉 太子永久住在草炉 当然有司马望族陪着他 按照周理的规定 在守仓期间不能顿婚香 说我七个爹到八个碗 什么解馋吃什么 不可以 那吃什么 民间最下层的老百姓 吃什么 你要吃什么 每一天喝点烂米粥 每一天吃点烂菜 只能靠着这个度日 这太子永在这认真的守孝着 一吃这些东西 他是颇有感触 他就好像猛然之间长大成人了 他心说 我母亲临终之时的教会是千真万确 我怎么就不认真地学呢 我为什么要细耍我的老师啊 我学对我是有好处的 我怎么比吃苦瓜还难吃啊 哎呀 现在是追悔莫及啊 另外看看喝的烂粥 吃的烂菜 这赵国的老百姓生活就是这样 早晚我是赵国的一国之君 我手下的老百姓吃这种东西 我太对不起他们了 怎么能叫他们过风机族时的日子 怎么能过上好生活呢 我担负着重任呢 怎么振兴我们赵国呢 千头万绪 胸无一侧 这才想起来 老师教的都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啊 我还得学我呀 我一事无成 我谈什么治国安邦呢 因此他痛定思痛 晚上睡不着觉 亲自提起笔来 给太父费油通写了封信 这封信 发自内心 咱们的原文不必读了 我就说个梗概 大致的意思是说 尊敬的太父 我的老恩师啊 你的弟子无言面对你啊 过去可能我太幼稚 我太小 我办的事情太荒唐了 我三番五次拒绝老师的教诲 我一小犯上侮辱老恩师 现在我是追悔莫及 我娘已经不在了 我娘临终的嘱咐 是明刻我的肺腑 现在我幡然悔悟 我还要认真地学习 接受你老人家的教诲 望老师不计前嫌 再次出山 我静候老师的家音 还得明开导我 还得给我开课授课呀 我期盼老人家的灰音 上写签 下坠这万 命人送去了 再说肺油通 虽然说临时辞职在家 又种菜又种地 觉着一身轻 但是老头的心里空荡荡 每次想起在王城的事情 心里头觉得很难过 但是呢又很留恋 他深知 这小孩尤其是男孩子 这个逃未必是坏事 他想了想太子用 他逃的都特殊 尤其这孩子讲那些道理 当时把你问的无疑答对 他脑瓜格外的聪明 要认真地培养 将来必定是个好国君 为此的十分留恋 今天一接着太子用这封信 他是边看边掉泪 深受感动 心说莫非孩子长大了 莫非真有所改变了 看这些话是发自内心 哎呀 我到底应聘 还是放弃呢 他是左右为难 哎 第二天又接到赵素侯的亲笔信 赵素侯在信上 言辞恳切 替儿子赔礼道歉 恳请太父再次出山 说我现在国事太忙了 万难分身 恳请太父高台贵手 答应我们的要求吧 这还有什么说的 你别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 不失恭敬啊 看得出 这是太子用的主意 让他父亲写的信 一个国君 一个太子 再三邀请 还能不出山吗 因此费忧通下定决心 收拾东西 坐车进京城 直接找到太子用 就在他的草庐旁 又搭了个大草庐 做学堂 开始认真授课 这回再一授课 跟过去截然不同 整个变了 这非由通 真发现 这太子判若两人 过去那么顽皮的孩子 现在是规规矩矩矩 认认真真的学习 脑子也不溜号了 也不想着玩了 而且学习起来非常刻苦 非常认真 有时候劝他别念书了 玩玩去吧 散散心 他都不答应 这不是天让之别吗 作为老师的能读高兴吗 学的渴望真学 教的是真心实意的教 这是树莲碧合 师徒标着膀子这么一干 光阴四见 日月如梭呀 一晃就四年挂灵 这四年过去了 太子庸和司马望族 已经是成熟的少年了 跟过去是截然不同 哎呀 太夫的心里非常非常高兴 当然了 在此期间也有许多的变化 守校一年又搬回王城 他们又在王城授课 而且赵粟侯忙里抽闲 这一考察儿子变了 真听了他母亲的遗言了 认真刻苦的学习 当爹地能不高兴吗 对太夫能不尊重吗 另外他也想到孩子快大了 不能光学文的 得学点武艺才行 那么跟谁学武艺呢 他挑来选去 就是王城里的黑衣令 此人姓图 叫图无证 那位说这名也太难听了 可咱说的是两千多年前的事 那时候的人名又不好记 又不好听 而且说起来还咬嘴 这个图无证 官拜黑衣令 什么叫黑衣令 就是王城内的卫队长 负责保护王城和赵粟侯的安全 那要没有好武艺能行吗 那也是挑了又挑 选了又选的英雄人物 功刀师马步剑是样样精通 他把图无证选出来了 把太子教给他 太子在念书之余 也要学习武艺 强身壮痞 我们赵国崇尚武艺 得认真教这孩子 图无证领命照办 打这之后 太子余的生活丰富了 除了学习枯燥的文章之外 就打拳劈腿 司马望族也跟着 这一强筋撞体 他活得是太丰富了 学起来颇敢有兴趣 石枪弄棒是样样精通 又学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说赵素侯十八年的一天 赵素侯处理完工事了 长出了一口气呀 才想起儿子的学业来 把费尤通图无证给找来了 一文一武 赵素侯就过问 先问费尤通太父 最近一些日子 太子的学业如何呀 费尤通满脸全失笑 军侯 我正想向军侯报喜呢 太子的学业是突飞猛进 我教给他的古典故事 古典经史 他是倒背如流 不仅如此 他还能举一反三 处类 旁通 往往提出些难题 他还自行解答 怪财呀 怪财呀 我真替赵国有这样的继承人 而高兴 哦 赵素侯听完非常高兴 但是他眼睛盯着费尤通 心说有没有背着我的话 不敢说呀 这孩子的学业真能达到这般程度吗 他有点半信半疑 然后转回身 问图吴正 黑吉林 太子学武如何呀 回军侯的话 也是突飞猛进 咱旁的先不说 您说他有多大的臂力 您说他有多大的臂力 他现在居然不费力气 能拉开三弹的宝雕工 真的 真的一点都不假 误会呀 赵素侯一听 我拉开三弹的宝雕工都拉不开 那些两个棒小伙子 体力非常好的 俩人去能拉得开 他小小的年纪 能有那么大的臂力 哎呀 越听是越高兴 也不太相信 我当面呢 我得考考他 马上降旨 把太子雍给找来了 得看儿子真长大了 比过去高出一头半来 身体也挺棒 这跟练武有一定的关系 再看 脸面也张开了 太阳学鼓鼓着 腮帮的努努着 两颗眼睛背儿亮 走起路里 浑身都是力量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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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大布来到父亲面前 恭身失礼 免了 庸儿 今天我闲着没什么事 我想问问你 你学业如何 太子雍一笑 父亲 既然我两位老师全在 你怎么不问问他们 我业一问过了 现在是问你 父亲 我觉得我学得很好 是吗 那今天我倒要问问你 接下来赵粟侯 天文地理 无所不保 考他有一百多道题 太子雍是对答如流 啪啪啪啪啪 口四悬河 看起来 废游通说的 一点都不假 赵粟侯满意地点了点头 好 好啊 就照这样学下去 父亲我就放心了 听屠吴正说 你能拉开散弹的宝雕工 你当着我的面拉一拉 去取宫来 太子雍说了 慢着 不光是宫 顿子失所 全给我拿来 那大殿也宽丑 殿的话一点不碍事 时间不大 有人取来了 再看太子雍 把底筋掖了掖 秀面玩了玩 稍微运了运气 连举了几个顿子 那顿子多大的分量 都在一百二十斤以上 连举几个 气不长出 面不更色 然后练了点花活 练完了放下 又举失所 失所练完了 开始拉着宝雕工 赵粟侯先检查检查 一点灵这弓是铁背 铜牌 那弓弦登紧登紧的 资格稍微失了一事 脚着膀子发酸 拉不开 信说我儿子就能拉开 把宝雕工逼给太子雍 再看太子雍 前把推泰山 后把叶公贤 说了一声开 嘎吱 嘎吱 把宝拉了三个满 把个赵粟侯都给惊呆了 我儿真神力 儿啊 不要使坏了膀子 光拉开宝还没有用 你能设得准吗 爹 百发百中 好好好 我倒要开开眼 来人呐 在院中准备剑靶 这是得上院里去 大家起身到了院里 这院里也宽大 剑靶 红心 全准备好了 再看太子雍 站在百步之外 把剑准备好了 大声扣 对准 前拳 一松后手 喊了一声 招 啪 啪 啪 剑重 红心 紧接着第二只 也剑重 红心 第三只 第四只 第五只 剑剑重 红心 变上变下的人 鼓掌喝彩 赵素侯乐的俩手 都拍不到一块了 哈哈哈哈 这真是老天 给我的好儿子 太好了 太好了 这好字刚一落地 就将患者令深宴 从外头跑进来 军侯大事不好 书接前文 赵素侯非常高兴 满意儿子学习大有长进 可以说 可以说 无备文修 是文武全才啊 当老子的能不高兴吗 而正在这时候 患者令深宴 从外都跑进来 容颜变更 是慌慌张张的 过去 过去呢 大事不妙了 前线是急需寄养 如果寄养 攻击不上 我必败无疑 我国可就危险了 啊 赵素侯文言 是惊呆半场 张着嘴都闭不上 空气是骤然就变了 在场的人无不惊骇 太子庸还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从深宴所说 知道前方正在打仗 看父亲着急那个样子 也怪叫做心疼的 其实啊 作为一国的国君 没事的时候 作为作福 逍遥自在 真要有了事 是焦头烂额 真就是日理万机 没有闲着的时候 就拿这赵素侯来说 撂下耙子就是扫鼠 家里的事 外边的事 都是他依然来决断 可以说那心都操碎了 赵素侯 撕毛了片刻 吩咐一声 快 找众臣来聚会 找谁啊 田布丽 赵文 大公尹 韩砖 内使 肥义 速速来见寡人 为了叫儿子增长知识 把太子庸也留下了 叫他听一听 其他的人都打不走了 这是宫廷 紧急会议 那位说 你说了半天 这个战事战事 什么事 原来在赵素侯 十八年 也就是公元前 三百三十二年 作为赵国的邻国 魏国和齐国 联合在一起 共二十万大军 讨伐赵国 为什么要讨伐赵国呀 因为都想争地盘 这赵国虽然不大 是四面楚歌 四外都是自己的邻国 都是自己的敌人 那时候各个国家 都想扩大灵币 都想把别人的币牌 归为己有 连绵的征战就在于此 他们想瓜分赵国 那赵国能干吗 自然奋其反抗 所以在赵素侯十八年 齐国和魏国联合军队 向李城淮城发动进攻 这李怀二城 就是赵国的两座大城 因为他们占据这个地势啊 对魏国极其不利 他就像一把尖刀 插到魏国的心脏上了 把魏国分为东西两半 管理起来不方便 交通不方便 所以这魏国早就按这个心了 要把这两座城池给拿下来 伊玛平川都属我魏国的 又便于管理 又扩大了地盘 而且李怀二城 非常的富有 我要占了这两座大城 我就心满意足了 所以魏国早就按这心了 但是他深知赵国虽小 但是赵人习武之风甚盛 很难对付 这一仗能打得赢 打不赢还两说了 为了保险起见 他又联合了齐国 让齐国也出兵 他答应齐国 打胜之后了 我给你多少多少好处 承诺多少多少车码 多少多少金银 这齐国呢 也是见钱眼开 心说我也不费劲 以魏国为主 我出一部分定力 联合作战 哎 这东西 这买卖肯定能挣钱呢 所以就答应了 魏齐两国定下密约 这才联合出兵 围困李怀二成 边报紧张 报于京都 赵素侯得着信之后 马上派赵思为大将军 这赵思啊 是赵素侯的堂弟 另外派公孙福为副将 再派赵报为军事 同兵十万 去救援李怀二成 咱们呢 光说经理的事 光说太子庸的事 这战事的事 没有详细的交代 现在咱就详细的说一说 再说大将军到此 领命之后 率着十万大军 急急忙忙赶到李怀二成 他们到的时候 正赶上魏齐联军 二十几万围困两座城市 但是没拿下来 战斗正在紧张的时候 赵国的援军到了 魏齐联军不敢小看了赵国的实力 一看赵军来势凶猛 赶紧把围城的士兵调回来 兵退五十里 是安营扎寨 等待时机 与赵军决战 李怀 怀成之围 劫了 老百姓须惊一场 大将军赵思 就在城外 也安营扎寨 赵思一琢磨 这两座城池算保住了 回去见军后也可能交代了 但是怎么能战胜魏齐联军呢 看来就得决一死战 因此他选了有力的弊刑 飘梁臣宅吉日 发出动员令 赵军不吼之喊 赶着战车市直扑魏齐联军 于是就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大战 您说那阵的弹斗多笨重 全是赶着战车 前头两匹马拉着 车上有数五个人 有数四个人 一个驾车的 两名弓弩手 还有一个矢长矛的 还有一个副驾车的 这等于一胜车一个小组啊 这样十万大军呢 是铺天盖地啊 结果这一仗打下来是互有伤亡 打了个平手 赵国也没胜也没败 魏齐联军也没胜也没败 但是都损失惨重啊 头一天打完了各自收兵 这赵斯急得连晚饭都没吃下去 当天晚上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 他把副将公孙福 军事赵豹请来 商量对策 他说 看来魏齐联军来势凶猛 对两座城市势在必得 我们应当尽快做出决定 与敌军决战 请各位各输己见 拿出最好的办法 这副将公孙福没说什么 赵豹发言 你看赵豹虽然身为军事 他又是大相隐 大相隐就等于丞相 不是重大的战士 能派他来吗 虽然他不是大将军 要主掌着一半的权力 他是代表赵素侯来的 听完大将军照此发表之后 他马上说话了 大将军 我看敌众我寡 不宜决战 今天咱是捡了个便宜 如果等联军还过手来 人家俩打一个都富富裕裕的 我们的车不如人家得多 我们的军事也不如人家得多 决战绝不是上策 那军事你说 要决战不是上策 我们得等到何年何月 才能大败联军呢 大将军 军侯这次派咱们来 都是保卫李怀二城 只要这两座城市不丢 咱就尽到责任了 想打败联军就谈何容易啊 那军事你说应该怎么办 依我之介 咱把这十万军事尽数 全开到城里去 李城和淮城城池高大 护城河的水又深 而且许为了粮草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就在城里的坚守 这叫以义代劳 等齐卫联军攻城之时 我们尽量放攻劲杀伤敌军 你想想 他们的联军人数众多 而且既仰又离着很远 坚持不了多久啊 只要我们能耗得住劲 将来他们是不战而自退 这才叫上策 到此一听 军事说的有道理 我们就依托坚承在这固守 等敌人耗尽了粮草 我们再出其不意地打他 这叫以义代劳啊 不错 果然是上策 既然这样来 传我的命令 十万大军开进里 回二城 命令一下 士兵敢不听吗 就得搬家呀 都搬进城里去 这副将公孙福手下呀 有一个小武官 这个小武官姓李 叫李队 要搬家了 大伙赶紧打行李收拾东西 唯独这李队 是连连的哀声叹气 望那一坐低着头 不动很 他那些同伴就问他 你怎么不收拾东西 上边命令下来了 搬进城里去 你怎么还不快点 李队冷笑一声 搬进城里干嘛 这个命令是错误的 我们搬进城里也是死 在这儿也是亡 何必多次一举呢 我呀 就像在这儿待着 哪儿也不去了 在这儿等死就得了 大伙一听都好笑 都问他 你怎么说搬进城里 也是死 在外边也是亡呢 各位清想 敌众我寡呀 我们搬到城里头去 肯定被敌人给包围 是城里头有吃的有喝的 一天有 十天有 一个月有 再长了呢 再长了肯定有吃光的那一天 等吃光了怎么办 倘若联军切断我粮食的不极限 把我们的粮道给断了 我们就得活活饿死 不仅咱十万之众得饿死 连城中的老百姓也无一幸免 这是个下策 明知不对 咱为什么非要搬呢 昂兵的一听 对啊 李队说的有道理啊 故此迟迟未动 可这个事儿啊 马上有人偷着 禀报了大将军赵思 这赵思是火爆的脾气 又是王石的宗亲 平时是飞扬八户啊 他一听什么 哪冒出了个李队 妖言惑众 慢我军心 我的命令他不执行 他简直是找死了 他吩咐一声 来呀 把这净里的给我逮起来 绑在大仗之中 我要斩首示众 杀一净百 仗事 这执行队去抓李队去了 到那块 用绳子把李队给捆不起来 压着他赶奔中军保障 这李队是毫不介意 一边走一边面带冷笑 早晚是个死 早死早脱上 死了吧 死了吧 大伙一看真是个怪人 死的眼前他还冷笑呢 单说中军帐的军师赵豹 赵豹 咒了咒眉 就跟大将军赵慈说 大将军 这个李队 绝不是凡夫俗子 他不得也搬进城里 肯定他有他的见地 我的意思是说 先不要急于把他斩杀了 大将军审情问明 他真是一点主意也没有 谣言惑众 那就把他杀了 万一他说的有道理 对咱们行军也有利 您说是不是 嗨 一个无名的小卒 他有什么办法呀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又有人向大将军禀报 说把李队已经抓起来了 在押送的途中 他还满死的老手 嘴里的不停的说 早死早脱生 又说进城是准死无疑 等等等等 反了 这是一个狂徒 别压这儿来了 我也不问了 他半道把他杀了就得了 去去执行命令 赵报急忙阻止 不可不可 慢 慢 大将军 你脾气怎么这么暴躁 方才我说了 肯定李队有李队的看法 你把他压了 问一问 他如果没办法再杀也不迟啊 你何必急躁呢 赵慈不愿意 军事 你袒护一个小卒 是何道理 哈哈 大将军 别忘了 三人同行 必有五师啊 也许他就有好看法 我们听一听 有奈何方啊 你何必这么固执 赵慈心里 一百二十个不满意 但人家是军事 又是大相隐 不能不听啊 正这时 李队被压禁中军 保障 赵慈看了一眼 他连问话都没问 来啊 先给我抽他一顿鞭子 打打他 狂傲之气 哪有这么当官的 这军事文令 各拿鞭子 来到李队的金钱 啪 啪 啪 就抽打开了 赵豹一看打了几下了 赶紧过来拦着 算了 算了 别打了 别打了 李队哭通就跪下了 军事赵豹 仔细打量打量这个人 看年岁 二十六七岁 细高挑 黄白镜子 宽宽的脑门 溜尖的下巴格 多少留了两撇小黑胡 这人相貌不俗啊 不像个普通的士兵 虽然被五花大网的捆着 又抽了他一顿鞭子 可是李队毫不畏惧 面上还带着笑容 这赵豹深感奇特呀 所以一白手 制止这些士兵 别打了 士兵们往左右一闪 赵豹来的进前 哈着腰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小族李队事业 我听说 你散步谣言 说要搬进城里 必死无疑 这话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军师请想 我十万大军 每一天得吃多少粮 那些马得喂多少草料 搬进城里 必被联军所包围 一天能坚持 十天能坚持 如果旷日 持久的坚持 粮草必吃尽 人也没有吃的 马也没有喂的了 就得活活 饿死在城中 这不死 又等在什么 啊 是这意思 你忘了 中木县 是我们粮草的大本营 我们离着国都才二百多里地 我们的供应会源源不断的送来 我们怕什么 我们有接济 李队一平冷笑一声 军士啊 人是百密一书啊 为其联军的不是白给的 倘若我们进城之后 人家派骑兵切断我们的供给县 我们的粮怎么办 人家给切断了 中木县是咱们的粮草大本营 如果人家派一只骑兵 到那里攻占了中木县 把咱们的粮源给切断了 谁还攻击咱们 到那时我们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语啊 这不是死路一条吗 那个赵斯一开始糊着个脸 不屑一顾 根本听不进去 他认为赵报 多费兔磨兴的 多次一举 一个小卒杀了得了呗 后来听李队这么一说 他巴的巴的滋味 觉得似乎有点道理 他就不像刚才那么发怒了 转回脸来盯着李队 赵报首年虚然仔细想了想 可不是吗 李队说的有道理 联军也不傻呀 我们进城之后了 人家把我们给包围了 切断了我们粮食补给县 再把中文县的粮库给端了 可不是我们是死路一条吗 哎呀 想到这赵报经出一身冷汗来 亲自过来给李队松绑 李先生 你受惊了 李先生 称他为先生 公孙福 也暗自佩服 人上一百星星晒晒 你别看他是个普通的士兵 这家脑子够使坏 千军一德 一将难求 看来他是个将才 所以也帮着给解胜 大将军赵思 一看绑身给解开了 也没提出反对的意见了 这赵思撇着个嘴 就问着李队 那你说我十万大军 应如何打发呢 大将军 搬进城里 不实为上策 但是如何确保咱的生命线 这是至关重要的 你要让我说 我就有什么说什么 不一定对啊 就按大将军和军事的决定 我们十万大军 搬进李怀二城 但必抽掉一只精兵 确保生命线的安全 人分三六九等 五分花里紫潭 人上一百行星 晒晒 什么样人都有 您别小瞧这普通士兵 就拿着李队来说 他就非常的聪明 他这聪明啊 一个是天生的 一个是学习的 他爱动脑子 这善于动脑筋的人 他就有收获 你看一天就混吃等死 四肢发达 大脑贫乏的人 一事无成 他没事就爱琢磨 没事就爱听讲舞 没事就爱读书 所以与众不同 他当众提出他的建议 他说我赵军十万可以进李怀二城 坚守待援 时间耗长了 为其联军的粮食接济不上 自然就退缺了 我们两座城市就保住了 回去见侯爷也能交差 这是意义 但前提是要确保生命线的安全 生命线就是粮道 应当抽出一部分军力 保护粮道的安全 我的建议 离这不远 设一座烽火台 离这不远设一座烽火台 一直设到中路线 如果说我们进城之后 联军要侵袭谈的粮道 烽火台马上点火示警 一方有警 八方支援 联军就不敢害我了 粮道保护住 这是一 另外 您再派一支精兵守住粮仓中龙线 把那手牢固了 生命线咱们保住了 就万无一失 这就是我的建议 赵报一听 好 好注意 你这一句话 变形梦中人 二位将军 咱就这么办吧 赵思 公孙福 全同意了 那怎么做一下分工呢 因此把这十万大军分成了三部分 逐利全都进城 其他一部分守住生命线 又派出一万五千精兵去守粮库中墓线 守粮库的这个责任重大 就派副将公孙福带着这个李队前去守护 啪啪啪全安排完了 赵军从第二天开始进驻李怀二城 紧被城门是坚守而不出 那块该建烽火台的建烽火台 有条不紊的进行 单说未及联军 二三十八 您说这一天得吃多是粮食 而且远路而来 他们是历在宿战 没想到拖延的这么久 心说两座城市我几十万大 你走一个就拿下来 没想到这骨头不好啃 拿不下来 耽误了这么些日子 一无所获呀 所以连军也有点着急 连军的最高统帅 是魏国国军的兄弟公子哀 这公子哀就犯了急躁的脾气了 指令连军 日夜不停给我攻打李怀二城 三天之内一定给我拿起来 这连军第二天就开始攻城 啰之喊啊 但是您别忘了 李怀二城经过多年的经营 城特别高 特别坚固 把城门一棍 你干瞪眼你上不去 你要想攻坚 你就得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结果守城的军兵和老百姓配合着 开弓放箭往下撇石头 扔木料 结果连军是大败而归 三天过去了 损失了五千多人 依然是一无所获 魏公子埃及的直奔 这可怎么办 马上召开军事会议 有人向他建议 这事咱们请示请示国军吧 这样耗费下去还得了 我们是必败无疑啊 公子埃没办法请示魏国的国军 这魏国的国军一听 什么拿不下来要退兵 那能行吗 一定给我拿下这两座城池 拿不下来就助长了赵国的士气 灭了齐魏两国的威风 往后就没法打交道了 因此他把心积横下了一道旨意 派最高的军事领导人叫安将 领着五万大军前来前线助阵 这个安将啊 也是一代的名人啊 过去多次跟赵国打交道 竟然打仗了 想当初邯郸之难就是他造成的 打下邯郸的就是他领兵干的 因此这小子信心失足 临走的时候魏国的国军告诉他 将军此去无论如何要把李徽二臣给我拿下来 绝不能半途而为 郭军您放心吧 这两座城池我是势在必得 领着五万援军开的前线 见着公子爱 公子爱一听 郭军的意思不准备撤兵 一定要坚持打下去 派了这么多的援兵 而且把安将军给派来了 他心中多少有点底 就问安将 将军你来的太好了 我们攻城无法 你看怎么办好 两日之后再做决定 第二天这安将坐上车的 有人保护他 围着李怀二城他转了几圈 又看了看地图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做出决策 公子啊 这两座城打不下来 人家以以待劳 我们想攻坚战 太难了 这不是上策 要想拿下这两座城市来 得改变战术 明天开始 我领兵 切断他便梁道 使他变成两座孤城 孤立无缘 时间长了 缺乏粮草 是不战而降 这倒是个好主意 那么将军你准备带多少人 这五万人我不能都带着 那兴师动众也用不着 大部分留给你 带着围城 我挑选五千精兵族 这五千人轻装前进 足以把他的梁道给切断 好吧 两个人做出决定 这安将第二天 率领五千人马 前来切这两道 没想到 刚到烽火台切进 就见赵军 明罗市井 点起狼烟来 联军来了 联军来了 这狼烟一点起来 是八方之源 联军是伏备受敌 哦 安将一看 怪不他们撤到城里去了 闹了半天 事先有所防范 不行 看来这梁道万难切断 改变战略 怎么办 他一想 中木县 是他们的粮食的大本营 我不如改变路线 是直扑中木县 把他的大本营给占领了 这补给线也就没用了 就是这个主意 这安将啊 颇有战斗经验 马上做出决定 率五千精兵 调头是直扑中木县 守中木县 大本营的 是副将公孙福和那李队 公孙福听了李队的话 探马拦起来回的探听消息 有人向他禀报 说现在联军最高统帅叫安将 帅领几千精兵 直扑中木县 望将军事件做好防派 下去吧 公孙福把报事的人打发下去 转身问李队 李先生 你简直是神仙 都没出你的预料 果然 联军队咱们采取行动了 问咱中木县来了 您说咱应该怎样防守 李队一听笑了 将军 咱是稳坐钓鱼台呀 我看这样吧 咱分兵两路 您领着主要的军队 恶守中木县 凭着奸城 他拿不下来 我呢 领着一支精兵 绕道迂回到张河边上进行埋伏 那安将 拿不下中木城来 必然退兵 我设下扶兵 结杀地震 也可能 咱捞条大鱼 把安将是生擒活拿 如果我们这打起来 您马上开城门派援兵 让他伏被兽比一举而兼之 就这么办 就这样 公村福率领一部分军事 坚守中木县 李队 率领一支精兵 绕路小道 赶奔 赶奔 张河的边上 选了有力的地形 埋伏起来 这李队真聪明 背着手 观察了地形 他一看正好是秋天 烟雨连绵 张河的水 正在猛涨之时 他看了看地形 醒了 联军要过 避过张河 然后才能打中木县 我就在此设下扶兵 以水带兵 我拿水灌他 打定了主意之后 他马上派人 到张河的上源头 找着地点 开始憋着水 先憋了两道大坝 把水给憋住 告诉他们 信泡一响 就开扎给我放水 安排完了之后 他马上领兵 又回到营地 把军队分成两拨 埋伏到两翼 这水的一憋 水流就小了 河水也就浅了 到第二天的时候 联军的先头部队 就开到了 前部正印 先行官姓韩 叫韩朱 他是安将手下的 一员大将 领兵三千为前头 来到张河的边上 这韩朱也不傻 立马在岸边 仔细观察地形 派出探马 拦骑 打定赵军的动静 结果派出几波去 纷纷向他禀报 寺外 并无一个赵军 没有 哦 他放了心了 他再看看河水 很浅 最深的地方 也就是过科西盖 嗯 要从这渡过河去 前头不远 就是中牧县了 看来大功告成了 赵人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我们突然到了中牧县 要把凉库给他端了 看你还吃什么 他吩咐一声军事 渡河 本来这极星军啊 这连军是又渴又乏 一见着河水 各个欢喜 有的干脆 拖啪拖啪 就跳到水里去了 连洗澡再喝水 哎呀 这看痛快劲就甭提了 哗哗哗 蹚着水渡河 结果有三分之一 过了张河了 到对岸休息片刻穿衣服 还有一半在水里的泡着 还有少部分没有渡河 嗯 李队躲到高处 偷着观看 心里高兴 这叫瓮中啄鳖 再等等 等着当主将的下了水 我们在动作也不迟 他就等着 单说这寒猪 往左右看看 没有反应 他是放心大胆 坐着车子 他也下了水了 刚走到张河的河中心 也就是对岸还剩下少许一部分 没有下水这个时候 李队一看机会成熟了 吩咐一声 放箭 埋伏在左右的赵君 欺分 跟猛虎下山相似 开弓放箭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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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上游头把炸提起来 张河的水突然就涨起来了 是射死的射死 淹死的淹死 有那会水性的淘巴 往哪儿淘啊 都被事先埋伏好的赵军 用挠钩套索全给搭上来了 再说那汉珠 车子刚走的河中心 河水猛涨 突然发生了变故 他是惊慌失策 他又顾不得车子了 他好水性 蹦一个猛的跳到水里 在水里就搂起了狗袍 仗着他三十多岁 体力强壮 水性又惊人 一下子就搂出二百多米 就离开中心包围区了 他把脑袋探出水面 哎哟我天哪 我算死中得活呀 看看岸边不远 到岸上我就得救了 正在高兴之时 他就绝着脑袋上的 搬着一下 打的他是天昏地暗 顿时失去知觉 闹了半天 埋伏这儿的赵军 开始行动了 也汇水 拿着脑狗套索 铁锤铁鞭 这一顿敲的 一铁鞭 把汉珠打迷糊过去 把他伤勤活拿 就这一仗打的是干净利落 三千联军 无一幸免 抓了一千多俘虏 李队心中高兴 打得好 他痛快了 单说没死的那些联军 撒脚望回跑 是禀报主将安将 报将军大事不好 我们先锋部队中了 埋伏了 全军覆没 礼拜怎讲 全军覆没 那么先锋大人 韩珠死活不明 咋咋 气死我也 安将从来没打过这个败仗 一听他眼珠子都红了 部队加紧进军 往前冲 要事报此仇 这头脑一热 不管不顾了 打仗就怕这手 你没想想你同共带来五千军队 有多一半都报销了 你剩下这两千来人 你怎么报仇 你又污摩底 知己知彼 百战不待 你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布置的 这不是盲目的干吗 他就犯了这毛病 等他赶到张河边上 再找李队的部队 一个也没看着 他跟眉头的苍蝇一样 一怒之下 吩咐一声 给我攻打忠目线 两千多人打忠目线 胡扯一样 到那时 无功而返 正在他气机败坏的时候 大将公孙福 从城里领着精兵杀出来了 别让联军跑了 杀他们一个不胜 追啊冲啊 铺天盖地 暗将一看不好 不退是不行了 吩咐一声撤 顺着河边跑 这阵儿军容不整 乱七八糟 他把嗓子喊破了 当兵的也不听约束了 正在这时 李队率领得胜之兵 又扑上来了 安将是伏背受敌 在混战之中 他的车子也翻了 他也摔受伤了 从车上一个跟头摔在地上 正在这时 公孙福率领大军就扑到了 前边这就是安将 这就是安将 公孙福把配件拽出来 不容分说 到了进前 指着安将 嘿嘿 你不是狂吗 你不是魏国的名将吗 你也有今天 明年这个时候 就是你的周年 说着话 手起剑落 扑着一宝剑 把安将的人头砍下 这就应了那句话 大将军难免震前往 瓦罐难离 井台破呀 这一点都不假 长在河边站 没有不失邪的 安将那么大的本事 死在人家的剑下 也算为国捐躯了 单说公孙福 命人用猪肝 挑着安将的脑袋 高高的举在空中 联军听着 你家主将一死 人头在此 还不投降吗 没死的联军 你看 完了 不投降 也没处跑了 放下武器 高高的举起双手 全都做了俘虏 李队和公孙福 联合之后 互相问候 互相道喜 这一仗打得这个漂亮 不仅粮库保住了 还消灭了联军的生力军 更可喜的是 把他的大将 安将给杀了 这功劳可实在是不小啊 经过商量之后 抓的那些俘虏 没什么用 他们不是齐国人 都是卫国人 留着他那心 也不在赵国 还得派俩人 看一个战争年月 哪有那么多的军力 管这些俘虏啊 干脆在张河边上 都给砍了就得了 于是一声令下 开始了大屠杀呀 两千多被俘的军兵 就在这张河边上 一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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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死尸扔到河里头 这河水全被染红了 要不怎么说 战争是最残酷的 一场大战打下来 人口锐减 不管当兵 连老百姓都跟着倒霉 那没办法呀 杀了这些俘虏之后 马上命人报街 赵素侯得着这个信息之后 真是欣喜若狂 书接上文 赵国的最高指挥官 拼了李队的智谋 按其行事 结果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 把魏国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安将 当阵斩首 还活着了先锋官 韩朱 消灭了大军五六千人 得了不少的胜利品 消息传到赵素侯那儿去了 赵素侯把大腿一拍 可出了口气 可解了恨 打得好 打得太好了 他详细询问了情况 才发现听了李队的智谋 这李队何须人也 过去从未听说过 当事人向他详细介绍的情况 说这个李队名不见经传 几乎啊 就是个部族 就是个大头兵 不过现在管这几个人 是大头兵里的小头腿而已 哦 赵素侯新说话 人不可貌相 职务不管高低 看来这个李队是个人才 将来仗打完了 必须得提拔任用 下了决心了 这件事呢 通报表彰 在赵国蜀郡 全都发表了文告 说明李队是个了不起的人 表彰了他的功劳 给李队呢 发了点金饼子 以示慰问 但是没封他什么国 他是个兵头 依然还是兵头 这李队的心呢 就不痛苦 心说按我的所作所为 我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打了这么个漂亮的大胜仗 我应该加官进击啊 就给露点金饼子 这就算拉倒了 他情绪就引起波动 很长时间低头不语 也不像当初那么活跃了 副将公孙福看出来 公孙福带兵多年了 跟什么样的人都打过交道 就猜出了这李队的心事 又安慰他 李先生 你啊 不要有精神负担 你想想 我们是打了个胜仗 但是这仗早呢 魏国和齐国的联军数十万 围困着李怀二成 能不能最后咱取得胜利 还两数 虽然说打了一次胜仗 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现在国军那日理万机 忙着焦头烂额 恐怕这个仗结束之后 国军才能任用你 你不要有负担 不要有其他的想法 好吗 百般做思想工作 这李队一听可也是 我呀别闹情绪 我这一闹情绪 前功尽弃一败涂比 我呀还得积蓄努力 要不怎么说 话是开心所 打这负担没了 跟过去一样 辅佐公村服务 治理军队 按下他们咱不说 再说前线的情况 齐国和魏国的联军 遭到挫折 没想到最高军事指挥官 安将死了 先锋官 汉珠被俘了 几千大军一个都没上 这个打击可不小 魏公子哀 作为指挥官 马上禀报 魏国的国军 国军得着这个信之后 哀声叹气 泪流满面 指着汉郸那个方向 下了决心了 赵宇呀 赵宇 你等着我的 早晚我把李怀二成 拿下来 我要进行屠城 杀他个鸡犬不留 给死去的将军和将士们报仇 学恨 这件事是绝对完不了 他不仅没有退兵的心 相反 又派出三万大军支援前线 命令公子哀 要想什么办法 把李怀二成给我拿下来 要进行屠城 杀他们一个不乘 要报仇学恨 这国军下了决心了 前线的指挥官 就得唯命是从啊 所以李怀二成 照样被人家围困着 你别看下了决心 想一下就拿下来 拿不下来 因为赵国死守两城 靠着城墙高大和坚固 一半时是绝对拿不下来的 顶多狭装攻城 攻得尽前 上面开弓放箭 哇 军队又撤下去了 挑逗性的进攻 这就是扩往日吃酒 你别看赵国打了胜仗 老子们围着也受不了 十万大军 李怀二成那么多老百姓 张着嘴都得吃饭 麻你得喂 活物就得吃东西 不吃东西怎么过呀 一日两 两日三 就这样又坚持了半年呢 就这半年呢 把李怀二成里面的人给困 眼珠的都拦了 这话怎么解释 没吃的了 军粮一日三餐 后来减为两餐 两餐改为一餐 一餐吃干的 最后变成喝西粥 赵国的士兵 喝着粥打仗 军心浮动 怨言颇多 这张怎么打 这城怎么守 军纪就败坏了 晚上当兵的夜入老百姓的家里 抢多吃的 往往还有杀人的事件发生 老百姓受本国军队的骚扰 日夜不安呢 那能干吗 最后老百姓集合起了上万名 来找大将军赵次便礼 来找军事赵报 你们给评评理 我们最近发生了多少事多少事 这城咱还守他干什么 干脆开门投降就得了 赵次和军事赵报一看 吓得魂不浮体 就怕老百姓闹事 这老百姓真要聚少成多一闹事 成千上万把城门一开 千功尽弃 怎么办呢 就得进行安慰 两个人分头出面 进行思想工作 向老百姓做解释 说那是个别现象 我们必须得维护军纪 保证再不发生类似事件 为了杀一敬百 把那带头抢劫的小军官 逮了几个就地 斩首示众 好安抚老百姓 而且打了保票了 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闹事的百姓 这才纷纷散去 当天晚上赵思跟赵报商量 军事 我看李怀二成守不住了 这吃的怎么解决 现在粮食一尽 明天就得饿肚皮 饿一天两天行 要饿个三天五天 军心又滑变 这两座城市 怎么个手法 您看怎么办 哎呀 赵报说这样吧 咱们又不车站 又不野站 在城里养那些战马 也没什么用 干脆 把战马杀了 解决眼前的问题吧 以一千人为一个单位 分配两匹马 靠着杀马 吃马肉为生 我军事 这叫眼镇止渴呀 这长的 这算怎么回事 把马都杀光了 万一有战事 咱们怎么应付 那大将军 你说应该怎么办 难道吃土 难道吃砖不成吗 哎呀 也只好如此 他们一面杀军马 解决吃饭的问题 你说一千人分两匹马 到一个人嘴上 能吃几口 这就临时对付 这照此连夜 恨不能刻破终止 写学书 派人赶奔 韩党国都求援 而且言辞恳切 如果赵素侯 再不能解决粮食问题 在最近几天 粮食运不到 对不起 这城我们守不住了 关乎这国家的命运 和前途啊 你看着办吧 那位说 为什么后方这粮草 不忘前线运呢 跟您交个实底 就这半年多的账打的 每天得耗费多少粮食 得耗费多少金钱 说实在话 打仗打的是什么 打的就是实力 换句话说 打的就是钱 你国力不富足 你没钱 你干脆你打不了 有一些国家 经过一场战乱之后 元气大伤 有的经过一场大战之后 国家彻底垮了台了 打黄了 就是没钱了 那么赵国现在 也面临这个问题 这半年多呀 把中木县 粮库的粮底都划了出去了 说那生命不极限 原来源源不断 往前线送粮草 现在没得可送 连国内都发生着饥荒 赵祖侯听深宴 向他禀报之后 呆若木鸡 脑袋刮得嗡嗡之响 眼前发黑 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当天 他降旨把大公隐 寒砖 田布丽 赵文 大司寇 公子成 还有内室 飞翼 请进宫中 就商量应急的办法 为了让太子多学习 学习 长长见识 把太子庸也留在身边 叫他听一听 其他的人 打发走了 咱前文书正好说的 这肯结实 现在回过头来 还接着那个茬 咱往下说 赵粟侯是满脸的愁云呢 把前线的情况 向四个众臣通报了一遍 最后都带着哭腔 各位亲家 有何良策 速速讲来 谁有高明的办法 谁能解决眼前的疑难 速速的讲来啊 这四个人不听便 把听完 把头全提起来 闷了口了 这些日子没干别的 良草良草 金钱金钱 半年也没断这个事 到了现在 的确拿不出来 沉闷了好半天 谁也不说话 赵粟侯有点急了 众卿 把你们请来商量对策 你等一言不发 是何道理啊 难道叫我点名不成吗 赵卿 你先发表发表看法吧 赵卿是谁 田不立赵文 您听这官名 田不立 跟吃饭有直接的关系 当时啊 按现在的词说 农林木赴鱼 这些事都归赵文管 他管粮草的 他一听赵粟侯问他 赵文也带着哭腔 郭军 我实在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远在三个月之前 我亲自领着人 城里城外四乡八镇 去征集粮草 那阵老百姓是叫苦不爹呀 我进行着强征 不愿意也不行 不给也得给 三番五次 把老百姓家底全倒都光了 你说到了现在 您叫我想办法 我能有什么办法 天上不掉粮 地上的粮食还没长出来 我能有什么主意 方才我算计了一下 目前正是清荒不结的季节 要能再坚持一个月 新粮就下来了 要新粮下来 粮草问题都解决了 能否想办法 叫前提的弟兄们 再坚持一个月 不行 不不不不 几天都坚持不了了 怎么能坚持得了一个月呢 这是搜主意 不行不行 郭军 要那样的话 我无能为力 说完了闭着嘴 一低头不言喻了 你说赵素侯能有什么办法 转身 他又问大公隐 韩砖 什么叫大公隐 按现在的词说 就是国防部的部长 专管军事的攻杀战手 是大公隐 韩砖一听 郭军啊 我掌管武器 掌管弓箭刀枪 据我所知 咱们城里的南北 还有两座大库 前几天我认真查识过 还有一部分盔甲 箭头 弓弩等等 也就能用个十天半个月 用完之后 我也无能为力了 关于解决粮草的问题 他不管我的事 我也不负这个责任 我也无能为力 你也没主意 没有 嘿 肥爱情 你说说看 肥爱情就是众臣肥 三朝元老 哎呀肥一点了点头 郭军啊 臣 掌管库服 您既然问在这儿了 咱库里的还有没有钱呢 有 有多少钱呢 还有一千亿 那个说一 那也不少一千个亿呢 您听明白 跟现在的钱 单位可不一样啊 那这二十四两 为一亿 这一千亿 您算折合多少银子 这肥爱接着说 就是把这库底的钱 全拿出来 买粮的话 也不够前线军兵吃两天的 杯水车薪 无济于事 再者说 这点钱万万不能动用 这是过河钱 救急的钱 不怕国军 您不爱拼 万一想当年 发生了邯郸之难 邯郸再出事 怎么办 我们往哪跑 没有路费 行不行 没有钱 行不行 这点钱 就是为作应急之用 这样拿出来 既不解决问题 郭库就分文皆无了 到了那时候 拍巴掌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语了 郭军 实在是没钱了 匪夷说的动情之处 是老泪纵横啊 抽抽提提哭起来了 哎 赵素侯低下头半天没说话 这心给堵个个的 开会来的众臣当中 还有一位公子成 这公子成 跟赵素侯是一奶通泡 一个妈生的 但是哥俩向来不投缘 他深知这公子成 根本从心就不服自己继位 我当了这个侯 他一万个反对 只是没有办法而已 现在他乐不得赵国王国呢 他好从中取代 我跟他争求意见 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来 哎 能吐出下牙来 所以他瞪了一眼公子成 没言语 转回身 还征求那丧人的意见 三清 不能说没有主意 事在人为啊 动动脑子 好好想想 你们拓宽私主 再想想 什么主意都行 哪位能想出好主意 我必特格提拔重用 这赵苏侯恨不得给他们跪些 但是赵苏侯也知道 山穷水尽了 没有办法 如果这次粮食的问题解决不了 就是王国败嫁 什么侯爷 赵国就不存在了 就是掉点架 哭几声也值得的 就这样又沉闷了好半天 太子庸在旁边站着 看得明白 听得清楚 你别看他小啊 他心灵上也受到重创 太子庸心说 我爹真够难的 当初我什么都不懂 我就值得贪玩 我就值得喜闹 现在才知道 作为一国之君 不那么容易 假如我将来继承了国君之位 我怎么处理 不照样为难吗 看来就得从根本上治理 这国父民强啊 这个弱国就是不行啊 他替他爹着急 但他也没有办法 好半天 突然这大公尹寒砖 把头抬起来 眼珠转动 盯着赵祖侯 赵祖侯吓了一跳 这位爹疯了是怎么的 这怎么了 韩清有话请讲 郭军啊 我思来想去 我想起一个人来 哦 这个人跟咱解决这事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此人姓郭 叫郭纵啊 郭纵 此人有敌国之父 他是咱们赵国的头一个大财神 如果说能把郭纵用上 他能把他家里的财产贡献出来 这难题就迎刃而解 他一提这话头不要紧 肥也抬起头来 对啊 韩大人所说一点不假 我也正在想这个人 他就叫郭纵啊 我见过此人 此人家资俱赋 有人说他家有金山 说他家有银山 有巨宝盆 等等传说不一啊 别看咱们国家穷了 他可不穷 如果郭纵能够挺身而出 倾囊而赠 咱的问题就解决了 哎呀 赵素侯一听啊 乐坏了 站起身来就问 郭纵此人现在何处 肥也就说 住到大北城 他就是咱本城的人 是吗 既然如此 速速把他请进王城 俗话说 车到山前必有路 你看现在赵素侯憋得脑袋都绿了 这些人憋得没词儿的 一开动脑筋 真就想出点子来了 前文书三说了 他们想到了一个活财神 叫郭纵 家资俱赋 这赵素侯也不太明白 他怎么那么有钱呢 他问韩专 韩专介绍了郭纵简单的绅士 闹了半天 这郭纵啊 祖上是秦国人 自从他爷爷那辈儿上 都迁到赵国来定居 本来家里的不富裕 就郭纵小的时候 连吃饭都成问题 但是还可以维持 但是这郭纵非同一般 从小他就有雄心壮志 开始在作坊里头当小学徒 干什么 酿酒 那时候的酒啊叫水浆 就是现在咱喝那个豆浆的浆 叫水浆 恐怕那度数不算甚高 连妇女都能喝点 他带水浆作坊 学徒 但是由于他聪明 能干又富于心计又勤劳 颇受业主的赏识 卖马提拔来提拔去 当了小头头 负责外销 外销啊 就等于现在销售部的经理 你管生产了 你管生产了卖不出去怎么行呢 他就接触了方方面面许多的人 高的也有 低的也有 做官的也有 普通百姓也有 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 哎 慢慢慢慢的 小日子过得可以了 也娶了媳妇 也买了房子 哎 他这媳妇 是个好内住 这夫妻二人 一是锁 一是钥匙 株连壁合 共同经营他们的小生活 后来这郭仲手头有点积蓄了 就不再给别人干了 自己家开了个小作坊 他又会酿制水浆 又有经验 嘿 这小作坊是越干越红火 越干越大 钱滚钱 利滚利 后来这小作坊 变成了大作坊 大作坊 又支出几根分号去 现在在邯郸 他这作坊 就支出一百多家分号去 可以说是裁员滚滚 很多人羡慕他 行啊 郭先生 你真是有智慧的人 你现在是家大业大 罗马成群呢 你小日子过得这么红火 一般人比不了 他们认为郭仲满意了 郭仲笑了 各位 我的志向不仅于此 这个水浆的这个营业 我干够了 我想改行 改行你干什么 你们瞧着吧 这郭仲说改行还真就改行了 不智造水浆了 研究什么 开发铁矿 那这是以铜为主 这个铁很少很少 它是独具慧眼 雇用的车马 拉来铁石 开了炼铁炉 开始炼铁 打造器皿 那时候的铁 比那金子也见不了多少 而且铁气十分坚硬 比铜枪的多 老百姓也喜欢 各国都需要 它这个野铁工业是越干越大 越干越大 后来到什么程度 它这买卖往外销 是列国年间 各国都买它的东西 它往外发展贸易 所以这钱就挣得太多太多 要不怎么有财神之称 现在依然干这行 都说它家有金山银山 这叫夸大其词 凡有钱 这是真的 像它那么有钱的人 在京城里住着 能不跟官府打交道吗 故此 肥义 韩砖等人 都值得此人 特别是大工饮 韩砖 他主抓军士 什么装备呀 兵器 这玩意 离不开铁器 所以经常跟郭仲 打交道 上他那订货去 这郭仲这人呢 为人还特别好 你别看那么有钱 每封年景不好 他购买大批的粮食 他购买大批的粮食 是账寄灾民 支几口大锅 他放粮 这人一点都不黑 因此名声大振 现在韩砖把郭仲提出来了 跟赵苏侯一一的一介绍 赵苏侯高兴了 说既然咱们这有财神 让他给帮帮忙恐怕不难吧 能不能把他请进王城来 当面跟他商量商量 众人热烈讨论的时候 公子成一句话都不说 现在他发言了 把脑袋晃得跟波浪鼓一样 不可不可 郭军不可 赵苏侯本来就不喜欢他 一看他表示反对 就问他 为什么不行 郭军清想 这郭仲就是再有钱 他是个贱民 这贱民头无寸直 怎么能进得了王城呢 这要传扬出去 岂不是笑话 华天下之大计吗 太丢份了 所以说不能叫他进王城 你看这位 到了现在还打肿脸充胖子呢 赵苏侯一听 也有点顾忌 你看那个年月 咱说的是两千多年以前的故事 那这人真是分三六九等 最高等的人是士 士就是读书人 做官的人 那往下排 那么普通的老百姓 你不管有多少钱 都属于贱民 这贱民呢 比这犯人呢 强不太多 身份的关系 赵苏侯皱了皱眉 想了想 跟肥义和韩砖说 要不这样吧 二清受我之托 去见见这个郭纵 不让他进王城也好 无论如何 要把这事给我敲定 现在咱什么指望都没有了 就指望这件事 遵旨 遵旨 两个人高高性性 要起身 赵苏侯又把他们叫回来了 二清等等 我就在这坐着听信 你们不回来 我不退店 听没有 我专后加音 明白 明白 两个人知道事在紧急 到外边登上了车子 告诉车老板上哪去 这车子一溜烟 直奔大北城 这邯郸那时候 这个大北城 人才济济 管的这个面积也大 人口也集中 到了郭仲他们家了 果然非同一般 广亮的大门楼 围墙也高 几栋石头台阶 人家趁钱呢 这车子停住 两辆车子停住 肥义和韩砖 从车上下来 跟门上的人打了招呼 说速报你家主人 就说内使飞翼 大公饮 寒砖 有事求见 方才三说了 人分三六九等 这么大的官 到他们家这来了 守门的人下的是 昏不浮体 心说有什么重大的事 这么大的官都来了 撒搅如飞 到里头给郭仲送信 郭仲啊 正在里边结账 听见门口 人喊 马斯不知发生什么事 把笔放下 赶紧出来了 刚到院里 报事的人进来 主人 朝廷 重臣 肥义肥的人 韩砖 韩的人 亲自登门 说找你有事 哎呦 郭仲不明白 犯了什么事了 赶紧一溜 小跑到外面迎接 来到门外 赶紧就跪下了 二位大人在上 见民郭仲 迎接二位大人 哦哦 闲事情起 闲事情起 郭仲一听纳闷了 闲事 我干了什么事了 称闲事 莫非是年景不好 我放周的事情 朝廷知道了 故此称我为闲事 他也不敢问 哈着腰一礼相让 把二位大人让进客堂 待客的地方 分宾主落座之后了 这两位大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都不想先说话 难掌嘴 我人借钱来了 他难呢 就目到这 郭仲在旁边伺候 一看这两个人 你看我 我看你谁也不言语 郭仲先着急了 二位大人日理万机 到了建宅 不知有何训事 二位大人请明示 他这一说 他这一说 还是非先说的话 先扒他扒他嘴 这玩意 管人借东西 难掌嘴 郭先生 现在朝廷遇上了难题 非得找你解决不可 干脆我 我以实言相告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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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对他也没野蛮 把前敌 李怀二成的形式 跟他说了 十万大军被困的事 跟他讲了 现在粮草禁决的事情 也跟他讲了 国家困难的 比人超上 也跟他说了 最后跟他说了 希望一时 慷慨解囊 及国家之难 能拿出钱来 州计朝廷一把 这韩砖呢 赶紧补充 是啊 是啊 这钱不白借 我们请示了国军 将来加倍奉还 你看怎样 等两个人说完了 抱着期望的阳光 盯着这国军 国军把头低下了 一句话也没说 脸一看凉了 白说了 这位是铁公鸡 一毛不拔 大概一说借钱 碰到他心灵深处了 要不怎么不言语了 两个人就目到那儿 好半天 国军把头抬起来 二位大人 我还不明白 得需要多少钱吧 你们说吧 哎呀 肥义说在路上 我粗粗的算了一下 买这些军粮得用钱 季养得用钱 少说 也得两万亿 一亿是二十四两 两万亿 你算多少两银子吧 韩砖一听啊 大概晃一半的 两万亿 这数吓人呐 胆小的都能下休克了 郭仲算了算 两万亿 这样吧 实不相瞒 我现在家里的家底打扫出来 也不超过一万亿 那么还差着一半 我还有三亲六故 我再把三亲六故的钱全借来 再找朋友借一部分 再把我的财产抵押出去 能凑两万亿 能借 不能借 这是关键问题 郭仲站起来 面带严肃 一公扫地 二位大人 谈什么借不借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呀 我是赵国的人 赵国面临着困难 朝不保夕 我不帮助 谁帮助 人人都得尽责 有钱得出钱 没钱得出力 我留着那么多钱 又有什么用啊 国家既然需要 我要倾囊而赠 我捐献了 我分文不要 就这一句话不要紧 肥义和汉转 面红耳赤 自愧不如 为啥呀 我们是当大官的 这郭仲充其量是个贱民 这贱民 都能仗义输财 把两万亿钱捐出来 不要了 赶得上人家吗 赶不上人家 这贱民比我们这贵民 要高尚得多得多呀 所以俩人悸动的半天 没说出话来 关键是来的目的达到了 问题解决了 肥义站起身来 拉着郭仲的手 郭义士 此话当真 大人 这是什么时候 我怎敢玩笑啊 我不想活了不成 不不不 郭义士 你这心 我们一定转告军侯 但是钱还是要还的 你能拿出来帮国家 解决极难之急 这已经够俏的了 钱还是要返还的啊 但是你什么时候 能把钱拿出来 我尽快 尽快是什么时候 现在有燃眉之一刻 不中还呢 那 您怎么也得给我三天时间呢 我还得张罗钱去 我还得想法买粮草啊 这样吧 二位大人需要什么 给我开列个清单 我照单办事 三天时间 你们到这来拉粮 你们到这来取东西 包在小人的身上 我如果说话不算数 定我什么罪都可以 哎呀脱了脱了脱了 没想到问题 就这么快就解决了 匪夷和韩庄非常高兴 告诉郭忠 你现在就着手 我们马上回去 禀报国军 国军还等着我们的信 两个人高兴得 不知道卖哪条腿啊 上了车子 一溜烟返回王城 果然一上殿 赵素侯啊 在这背着手来回支溜 心里支翻腾 把希望全集中的郭忠身上 等啊等啊 盼啊盼啊 没想到他们回来的这么快 就见肥义 韩砖两人 满面都是笑容 来的上的就说 恭喜郭军 贺习郭军 事情办成了 哦 怎么说 郭忠已经答应了 给国家凑足两万亿 而且开了清单 他照单办事 人家还表示 这钱分文不要 全都捐献给赵国 有这等的意识 千真万确 哎呀 真是我赵国之幸 我赵国真有人才 郭忠啊 郭忠啊 寡人绝不会忘了你 马上逆旨 通报表彰 这是第一步 今后 战事打完了 国家太平了 国力缓过来 如数还给人家 还要加一倍给立签 还要免他的赋税五年 切记 给我记好 将来把他贱民级改了 改为市 哎呀 那可了不得 就好像那成分似的 把成分给改了 不是贱民了 变成市了 市 那就可以当官了 步入官场之中 那是高人极等啊 郭忠做出决定 马上分头去办 再说这郭忠 能放空炮吗 送走了肥义和韩砖 马上照手下人 把三亲六故全请来 这个他们家的人呢 都富裕 一人称佛 九足生天 都仗着他的光 都倚靠着他 开了大大小小的铁匠炉 也有开水浆作风的 都有点钱 韩砖是小以大意啊 各位把你们请的 有件大事公布 方才是发生的 什么事什么事 我是怎么答应的 怎么答应的 现在还有些不足 希望大家慷慨解囊 如果你们捂着钱 不忘卖拿 将来得罪了国军 也没有好果子吃 再说 有国才有家 一旦被齐卫两国 把赵国战败了 咱们赵国不存在了 你我他 咱家也不存在了 倒霉的不是穷苦的老百姓 而是咱们在座的重卫 你想想 你还有钱吗 你还有什么 能保住命就算不错了 所以要把国家保护住 你别说 郭仲啪啪啪 一套宣言 众人为之动容 各个是慷慨解囊 这两万亿凑上了 郭仲马不停蹄 让他这些亲属分头行动 把那些粮商大户 邀给情人 其实穷苦的老百姓过不去 这有钱的人他过得去 商人商人 全都囤积粮食 干嘛 等着栽荒年 跪家抛售 要不咱们有那么句话 无商不奸 其实商人图利 这也很自然的 不图利干嘛 喝西北风嘛 但有些人 施不可取 像他们 有的是粮食 搁到窖里 就是不卖 等粮荒的时候 再以高价出售 这就是安心不良了 闲言少叙 书归正文 郭仲 把这一百多人请来 请他们吃饭 然后说明内容 小以大意 这些人也非常受感动 而且郭仲说的明白 大家把粮食全拿出来 我花高价收买 那大伙谁不乐意 行行行 行行行 达成协议 第三天头上 你看吧 大车小量 这粮食是源源不断 运的老国家 老国家是做买卖的 有大院套 这粮食全都拉到院套里 装就装 卸就卸 人来人往 好不热闹 到了第四天 谁 寒砖来了 进院一看 大吃一惊 你说 这什么呢 这粮食堆积的跟小山一样 粮草堆积入山 二人就知道郭仲真办正事 说三天就三天 郭仲一看 二位大人来了 马上交差 钱 款 金 银 粮 草 具备 这二位大人是千恩万谢 郭仙士 你的事情 军侯已经知道了 通报全国表彰 军侯说 战胜之后 免你赴税五年 把你贱民级给勾了 你已经是适了 望后可以同朝义政 你是一步登天 赵国人忘不了你的恩德 郭仲真是一个好商人 当国家有了危难 向他提出要求的时候 他是义无反顾 甚至把房子买卖全压出 出去 给凑足了两万亿斤 给买了粮食 像这样的商人 就是爱国商人 跟那个无力不取的商人 是截然相反 由于他的带动 许多人 激情崩发 全表示爱国的热忱 纷纷捐钱捐物 这下问题解决了 当肥义和韩砖两位重臣 禀报了赵素侯 把赵素侯给乐得 俩手拍不到一块了 真是天助寡人啊 看来这郭仲将来的好好的表示答谢 赵素侯 下定决心了 现在就等于孤注一掷 为什么这么说呀 现在凑足着两万亿斤 变成了粮草了 能支持多少日子 一个月 李怀二成的十万大军 包括老百姓 就吃三十天了 那么三十天过去怎么办 这个战争要还没有结束 就得国破家亡 别看这个问题解决了 也就是解了燃眉之急呀 赵素侯感觉到问题太严重了 故此下了决心要御驾亲征 他要亲自离开都城邯郸 押运粮草赶奔前线 由于他的出现 君王亲自指挥 这个战争争取早点结束 故此临行之前 叫肥义寒专 辅佐太子英监国 他滑了滑了 带着三万大军 押运着无数的粮草 起身赶奔李怀二成 路上的事咱不说 消息穿得李怀二成去了 大将军赵思一听 也乐坏了 怎么 终于把严重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有了粮吃了 麻油草料喂了 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了 国军还亲自来了 消息传出 军民人等身受武武 等赵素侯进了李城 自然了当臣子的是列队应接 悄悄打打 进了临时的寓所 赵素侯跟他们讲 现在的粮草马上分派下去 这当兵的都断了顿了 眼珠子都饿兰了都 一听说有粮食吃 能不高兴 一开始慢慢的发放 往往人要饿鸡了 吃这一顿饭 往死了撑 就去撑死 所以先喝鸡粥 慢慢的吸的干的搭配 等肠子胃都适应了 再多给干粮吃 就这么还了几天 当兵的全还过来了 老百姓也解决了难题了 是人人奋勇 各个当先哪 一个个都充满了干劲 赵素侯视察了城坊 站在城上 往寺外一看 不由的倒吸了一口冷气 就见齐国和卫国的联军 马号挨着马号 帐篷挨着帐篷 是联营接着联营 你也望不到边 齐帆招展 租能有几十里地 赵素侯问身旁的赵思 我说赵爱卿啊 现在粮食问题得到解决了 可是这个仗如何得打仨呢 得速速解决战斗 脱长了对咱依然是不利 我再没有粮了 赵思在旁边一听 这脸呢 当时就变了形了 郭军啊 不好办呢 您看得清楚 敌人多于我们两三倍 我们城里的旧这么点军队 前些时 因为粮食没了 杀了不少的战马 这战马损伤也惨重啊 这要打仗没马那行 拉不了车呀 这样 咱的力量就大大的削弱 敌众我寡 如之奈何呀 废话 寡人问你呢 你是大将军 主管军事的事 难道说 我们还急需在这困着不成 这要再拖下一个月去 但尽良觉 咱们如何是好 是啊是啊 主公说的太对了 可是我 我绞尽了脑汁 没有办法 除非再招兵 没有十万大军 恐怕解决不了问题 放屁 跟没说一样 现在裤底都朝上了 拿什么去招募军队 再招募再训练 那得何年何月 你真是气死我也 赵索侯气的脸上发青了 一甩袖的 从城上下来 回归办公的地点 望左看看 望右看看是长须短叹 大厅里是鸦雀无声 谁都没咒念 赵索侯心里得起急呀 光在闷着也不行 怎么能力在速战 速战速决呀 快解了李怀二成之危呀 但赵斯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人家敌人人太多 我们人太少 怎么个打法 就是拼了 孤注一掷 那也等于自取灭亡 我们得争取打了胜仗才行 还得把李怀二成保住才行 哎呀 怎么办呢 这这这 哎 您还真别说 赵素侯啊 头脑比较清醒 突然的想起一个人来 问赵索 赵爱卿 前些日子 你们用了一个人的计谋 打了个大胜仗 把安将也给杀了 把联军五六千军队全给消灭了 那个人好像叫叫叫李队 是不是有这么个人 主公 您说的一点不假 的确有这么个人 此人现在何处 我认为这个人足智多谋 也许他有点子 赵斯一听是不以为然啊 主公啊 我我不是降低李队 他充其量 是个小兵 哎 也就是赶巧了 走运气 打了个胜仗 要说他能有什么好计谋 能打得了胜仗 臣 不敢苟通 哎 废话少说 现在此人在何处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 听听他的也是有好处的 此人正在中谋县 帮着公孙福将军镇守中谋 哦 快 马上派人把李队叫进李城 寡人 寡人要问话 这赵索侯马上降旨了 派谁去啊 派的深正武 就那个太监 让他坐上司 骑快马坐快车 马上赶奔朱茂县 无论如何 叫李队快点来见我 时间不等人 这个深正武 咱不止交代过一次了 他叔叔 就是患者令深厌 这个深正武 就是个势力小人 铁夹是无力不取啊 狗改不了吃屎 一开始叫他坐上司 赶奔朱茂县 他挺高兴 心想郭军信任我 让我坐上司 这是个肥柴 我要到了朱茂县之后 那肯定受到盛情的款待 那还许给我点好处 后来郭军向他一交代 说叫他去钓一个人 叫钓李队 他一打遍这李队 是个无名的小族 他就泄了气了 因此一路之上 他是怨天尤人 觉着这是个苦差事 没有油水可捞 心说一个不知名的小族 问他什么呢 他把这气 就要撒到李队身上 你说这不是小人 是什么呢 路上无话 到了朱茂县 见着副将公孙福 公孙福不敢得罪他 你得看这太监 老在君主的身边晃悠 他要跟你肿上两句 你就不好抖了 所以公孙福对他是比较客气的 把他接进大厅之后 射酒款待 这神正五居中而坐 撇着辣嘴 七个不服 八个不分 还拿枪做调的 公孙将军 公公 知道我来干什么吗 不知道 奉国君所差 在你的手下 要吊一个人 不知吊者何人 听说这小子姓李 叫李队 李队在这儿吗 在在在 现在是我手下的谋士 把他叫来见我 是是是 传李队李先生 你看公孙福管李队叫先生 带着三分尊重 时间不大 李队来了 李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往大厅上一看 这谁这是 作为作福 撇着辣嘴 居中而坐 但是一眼看出来 是个宦官 这宦官不男不女的 也没有胡子 一看就看出来 公孙福在彻座相陪 李队赶紧行礼 一公扫地 将军 请问上使 您是哪一位 李队 这相有礼了 没给他磕头 就鞠了个躬 哗 这深圳无可不干 啪啪桌子一拍 你就是李队吗 正是在下 见着本上使 烟河不贵 请问上使 我身犯何律 法犯哪条 我阴河要下跪 难道你没犯法 就不应该上使磕头吗 你说你说的话实在是混账 要不是国军等着见你 我现在就要你这颗狗头 公孙福在旁边一听啊 说话这味儿不对 赶紧过来跟李队解释 李先生 不要误会 这位啊 叫深正武 身为患者 他是赵素侯国军派来的上使 国军急于想见你 可能叫你给出个主意 我猜测 跟战争的事情有关系 上使来调你来了 啊 你就给他磕个头 也算不了什么 哎 公孙福怕他吃亏 感情啊 他还不了解这李队 当李队没摸清怎么回事的时候 他心里敲鼓 哎 现在听公孙福这一说 他明白了 哦 国军要见我 派了这个太监来找我 你找我你得客气点 又叫我下跪 又满嘴里脏话 又说要要我的狗头 说太不像话了 李队不但没下跪 相反把腰板就拔 把脖子一耿耿 瞪起眼睛 跟山正五说 闹了半天 我认为着你怎么了不起呢 充其量 你是个狗屎的奴才 呦 山正五一听 真没想到 有人敢指着他鼻子 管他叫狗屎的奴才 那 我要是狗屎的奴才 那国军就是狗呗 哎呀哈 这小子可要造反 这山正暴跳如雷 你说什么 你再敢重复一遍 你真是活腻了 哈哈哈哈 我说太监 你还敢要我的命吗 有种你把我推出去杀了 我借你个胆子怕你不敢 因为国军要见我 你敢害我吗 那我当 我 我 山正五心里说 我真不敢 真把他杀了 没法向国军交代 真是暗切暗憋 从来没遇上过这种匠人 公孙福赶紧从中调和 哎算了 消消劲算了 误会误会 赶紧打圆场 李队跟公孙福一抱拳 将军 您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恕我万难奉陪 我要赶奔李城念见国军 告辞了 转身往外就走 赶紧回到下处 就是他住的地方 把东西归整归整 要了一辆车 上了车之后 他告诉御守 就是赶车的 以最快的速度 赶奔李城 是明白了 您做好了吧 一阵风他走了 闹了半天 李队心里清楚 心里清楚 我把这个太监给得罪了 我最好抢到他前头 到李城 如果他先回去 背不住在国军面前 造我的谣 胡说八道 我就被动了 我要赶到前头 我回去了 他就害不了我了 他是抱着震的一种心理 再说这深圳武 叫李队气得可不轻 李队走了 他把满腔的怒火 撒到公孙福身上 我说公孙福 我说公孙将军 这李队是你的下属吗 正是 你平时是怎么教育的 你都看见了 也听见了 此人如此无小无大 这还了得吗 今天不是看在你的份上 我一定要他的狗命 公孙福心里冷笑 你也敢 人家走了 你也冲我说两句大话而已 这种势力小人 不知一理 你除了打六须之外 你还有什么本事 公孙福冷笑了一声 上师 我这中木县 事情还很多 我需要去处理 您做着您的 我走了 失陪 公孙福也走了 就把这深圳五干堆 给堆在这儿 他左思右想 一点滋味也没有 什么油水也没捞着 我火憋气 上了车子 也回了李城 他毕竟晚走一步 落到李队的后面了 咱们再说李队 连歇着都没歇着 上了车子之后 告诉御者 一定往前紧赶 你辛苦辛苦 我明白 跑出离席 我到第二天快中午了 到了李城了 要按理说 他找个地方 梳梳头洗洗脸 换换衣服 因为在军前呢 那些医生穿了多少日子 都有味儿了 衣服不整 是蓬头垢面 再加上一晚上没睡觉 叫尘土这么一呛 跟个土人差不多 李队要的就是这个 头不梳脸不洗 下了车子之后 赶奔赵素侯办公的地方 要求见国君 有人一报信 赵素侯就一愣 真快啊 来了 船 李队低着头 走到大厅里面 撩衣服 趴服在地 国君在上 小陈李队 叩拜国君 我给您磕头了 赵素侯看了一眼 一皱眉 心说是怎么跟药犯花的 差不多 吓了一条 你是什么人 小陈李队便是 你站起来 是 赵素侯仔细打量打量 我李队啊 你怎么头不梳 脸不洗 连衣服都没更换 就来见寡人呢 这就犯法呀 这属于大不敬 旁边大将军赵刺 掐半拉眼角 也看不上这李队 为什么 继贤度能 因为他是指挥军队的 最高指挥官 前者打胜仗 不是他的事 是用了李队的计谋 打了大胜仗 李队通报表扬 他的大将军脸上乌光 他有点记贤度能 一听国军说这话 赵斯紧跟着顺风接屁 用手一指李队 是啊 我说李队 你知道你犯什么法了不 你一小犯上犯了 大不敬之罪 头不梳脸不洗 就穿这衣服来见国军吗 你知道该当何罪 来人 他刚要传话 把李队拉下去 抽了一顿鞭子 赵素侯一皱眉 一看了看赵斯 妈 爱情 你怎么能这么粗暴 身为大将军者 如此不能容忍乎 你还真比说赵素侯 真是个明军 赵斯一看 军侯不愿意了 赶紧不敢言语了 退在李旁 李队啊 你咽河衣服不整 来见寡人 回国军的话 我正在中摩县 国军派上师 召唤于我 我听说国军召唤 故事不敢耽搁 跑了一整夜 马不停蹄 车没住脚 一直来到李城 要急于见郭军 所以来得太匆忙了 未及更换衣服 犯下大不敬的罪名 请郭军发落 其实李队心里跟明镜一样 你找我 我急于来见你 这犯什么罪啊 根本就受不到什么处罚 同时他也发现 赵素侯是个明军 跟那大将军赵斯 截然不同 他心里可有底 越这么说 当国军的越爱听 果然赵素侯频频点头 算了 何罪之有啊 来呀 把座位准备好 坐下讲话 不不不 有国军在此 吓死我也不敢做 说什么他也没做 赵素侯一想算了 用过饭吗 没有 喝过水吗 没有 这样吧 给你一点时间 敬念书头 更换衣服 再来见寡人 谢主恩情 李队下去了 这回放心大胆的 洗了把脸 把头发梳得溜光 又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 身上的味儿也没了 很从容的 吃了一顿饭 喝足了水 二次来见赵素侯 赵素侯一看呢 荣光焕发了 你看这个人要捣扯捣扯 跟那要饭花的就截然不同 现在在眼前站的同事里对 判若良人 赵素侯这才要向他问计 书接前文 李队更换了衣服 梳完头洗完脸 二次来见赵素侯 赵素侯一看呢 这李队这个人长得不错 年纪很轻 黄白面皮 浓眉阔目 多少有点小鹰钩鼻子 高高的颧骨尖尖的下壳 有两撇小黑胡 看得出来是个足智多谋之人 赵素侯这才问话 李爱卿 郭军 干脆有什么 咱就说什么吧 现在大逼当前 联军围困了李怀二成 不知这个战事何时结束 寡人倾尽全国之力 到前线来指挥 无奈敌众我寡 万难开战 究竟怎么能打败联军 怎样才能保住李怀二成 往爱卿献祭 哦 请问国军 您是不是担心咱的兵手 联军的人太多 打起仗了咱没办法取胜 对对对 正是如此 哈哈哈哈 恭喜国军 贺喜国军 胜利就在眼前 哦 赵素侯就爱听这话呀 不由的就站起来了 忘卿细言之 你光这么说不行啊 你详细说说 怎么胜利就在眼前 赵素侯也纳闷 刚说到这儿 大将军赵思不爱平 赵思也过来了 用手指着李队的鼻子 大胆 胡说八道 你在戏弄国军 明明敌众我寡 我们打仗有困难 大家一筹莫展 你反倒说胜利就在眼前 说话极其狂傲和空洞 荒唐至极 你犯了戏耍国军之队 赵素侯一看 这赵思是有病的 知道他有心病 济贤度能 不允许别人说话 这回赵素侯可真不愿意了 狠狠地瞪了一眼赵思 赵思 应当叫人家把话讲完吗 你这中间一杠子 适合道理 还不给我退下 是否应当找个郎中 让你吃鸡腹药啊 当着那么多重臣的面 哎呀 这赵思觉这脸上乌光 嘎巴嘎巴嘴 退到一旁 气得这心 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 心说理对 我看你有什么词 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取胜 你要真是胡说八道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这赵素侯却信仪为真 耐心地听着 请细言之 郭军啊 身为大将军者 撂天撂地撂人 这是一 另外打开历史看一看 以少胜多的战力 比比皆是 别看我们的人少 我们可以利用天师地利人和 风雨水火 皆为我用啊 哦 是吗 详细说说看 郭军啊 望我们的西面几十里地不远 就是黄河 现在正是秋季 秋雨连绵 河水猛涨 黄河的水能代替多少军队 而且这一路之上 小陈也仔细观察了 这七位联军 扎营的地点 都是在低洼之处啊 如果我们选好了地点 掘开大地 用水灌制 慢说他多咱们几倍的兵力 就有一百万 二百万 也架不住一烟啊 我们以水带兵肯定能够取胜 过去烟河不用黄河之水呢 哎呀呀呀呀呀呀 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啊 赵祖侯心里说话 怎么这么多人就没想到 人家一句话就想到了 对呀 可以用水吗 哎呀这心里这个痛快 拿李队就当了火宝了 过来拉着李队的手 爱情再详细说说 怎样用水 诶 主公啊 我看分几步走 第一步 您派出一能事之人 带着几个助手 马上赶奔黄河大地 试察水清 再看看什么地方可以下敲稿 可以绝大地 他把事情侦察的清清楚楚 速报国军 第二 您再派五千名先锋 赶死队各带敲稿 和干粮 偷偷的离开里城 赶奔黄河大地 如果探听清楚 从哪块可以下敲稿 一夜之间把大笔掘开 黄河的水就得泛滥 承载水淹联军呢 第三 为了防止李怀二城进水 您应该派能事之人 马上把李怀二城 加高加厚加过 发水的那天要把城门锦队 堵个牙艳实实 郭军就坐到城楼上指挥 您就瞧好吧 我们城里的人 要多多准备猪阀 木拍 小川 再准备绳索大网 捞取胜利品 追杀敌人 一战可定也 高 高的没边了 哎呀呀 太好了 太好了 回头看了看赵瓷 赵爱卿 臣在 这主意你能想出来吗 臣没有想到 李先生说的多好 身为大将军的 知道天使小的地理 风雨雷变 结为我用 你空为大将军 李队 小臣在 寡人马上 为你 为前敌总指挥 大将军之职 指挥这场战斗 李队一听 哎呦我的妈呀 多年的夙愿 可盼到今天 我做梦都想到今天 没想到几句话 解决了 大将军 那说是玩的吗 现在握军权 早晚 封侯败相 那就了不得了 我一步登天了 他这个激动 这个高兴 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他这眼神 就落在白官身上 特别是他 盯准着赵刺 他一看赵刺 那脸都绿了都 无关都挪移了 鼻子眼睛嘴 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上 戴着愤怒的眼睛 盯着他 李队是个明白人 新说话植物碎狗 我不能接受 我这冷不丁得当那么大的官 这就是得罪人 特别是大将军赵思 济贤度能 我真要接替了 把他给挤下去 这就树立了敌人 他得想方设法 把我给干掉 这个利害关系 我不能不考虑 想到这 他哭通跪下 郭军呢 我谢主恩德 但是 我是小小的一个小族 我绝没有那个能力 担当大将军的职务 我看这样 赵刺 依然是大将军 我充其量 给他做个助手 我辅佐大将军 也就是了 小臣万死不敢接受 请主公收回成命才是 说到这 偷眼看赵思 你瞅这 赵大将军 五官又回到原位了 而且那眼角眉梢 透出笑文 心满意足了 要不说李队是个明白人 你得审时多事 那不是说这大官 那么好当的 那不仅是把赵思 给得罪了 把那些人也得罪了 人大部分都 既贤度能 我平地其孤独 有一个小族 一下当了大将军 连我自己 都不敢接受 何况是旁人 赵素侯 点了点头 罢了 罢了啊 李队啊 看来你不仅博学多才 你还是个闲人 真是天助寡人 就听你的 赵思 臣赞 那就叫李队做你的副手 你们两个人全权指挥 这场大战 臣临旨 赵思也高兴了 马上大家坐在一起 赵素侯也参加了 把地图摆在这儿 一步 二步 三步 应当怎样落实 啪啪啪啪 研究了有一天呢 最后敲定 敲定之后是刻不容缓 马上就得办了 先派出一个副将 领着五十人 先到西边黄河大滴上 找一找哪个地方下家或合适 另外 先看看黄河的水情 到这一看 那黄河的水几乎跟大滴都平行着呢 水浮溜浮溜了 那时候呢 大滴 又舍不得花钱去修 现在大滴松软之处 比比皆是 在哪都能下家 但是得选个合适的弊点 能惯得了 为其联军 这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赵祖侯 又迅速地组织了 五千名赶死队 李队是自告奋勇 我带着这五千赶死队 各带敲稿和干粮 赶奔黄河大滴 那块查看好了 我们就下家 就定好了 今夜晚间就开始行动 这真是刻不容缓呢 赵祖侯又下了第三道命令 小玉城中的居民 家家户户都要做好了防范 把城墙加高加固 别光顾淹人家了 把李怀二城再给灌了 那不倒霉了吗 好在李怀二城地处高处 一半会儿他淹不了 除了水特大 另外告诉赵祖 率领四万精兵 在城头等候 等水一涨起来 坐着扇板小船 从城上下去追杀敌兵 另外又派人赶奔 中墨县 调副将公孙福 率领青城人马不到两万人 赶奔河口 就是下游六十里地 在河口埋伏 准备大网 准备小船和扇板 在那等着捞胜利品 从而言之是一切都就绪 就在这天的晚上 这天呐 稀稀里里又下起小雨 开始这雨不算大 后来多少就大了一点了 这天空闷得人上不来气 伸手都不见五指 赵粟侯登上城头 再看联军的大营 是灯火通明 一眼望不到头 心说天呐 但愿天公保佑 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我肇事的江山 还能不能保持下去 关键就在此一战了 在心里头 无限的悸动 在这默默的祈祷 咱不说 但说理对 领着五千人 鸽带敲稿 上了大地了 跟那个副将会合了 那副将用手一指就 这地方就可以 李队查看查看地形 一看行 这大地啊 非常松软 挖起来也不费劲 他告诉手下的五千人 你们的任务 不光是放水 水放的一定的程度 还要把河堤给堵上 叫他无限制的往外放水 那危害可太大了 说不用水的时候 马上把缺口都堵好 因此准备石头 准备麻袋 这个任务可够艰巨的 到了定更天左右 李队背着手 遥望联军的大营 先说对不起了 这可怨不着我一狠心毒 我叫为国效忠啊 哇 五千人各轮骄傲 三下五出二 把这大地就给挖开了 一开始一丈多宽 一个小口子 这黄河水士同牛猴 一下就冲塌了 大地二十多丈宽 这二十多丈宽 一个大口子 那洪水士如奔马一般 顺天口子就冲出去 你看那水头高了下 都有好几尺 离这几十里地以外 就听着隆隆的牛吼声 那玩意太吓人了 咱们话分两头 单说联军的最高指挥官 魏公子哀 公子哀呀 他是魏国国军的兄弟 最高指挥官 他也是愁眉不展啊 围着李怀二成半年多了 到了现在迟迟不能拿下 广费的那良响有多少 说赵国发愁 没有吃的 他也不例外 已经得着信了 再这么坚持 到不了一个月 也断粮了 让他速想办法 这公子哀就琢磨着 怎么速想办法 他就在城里待着 他不出来 我想拿城又拿不下来 这天晚上吃饭了晚饭之后 他有点失眠了 往床布上一躺 看了两行书 觉得没意思 顺手甩在一边 心说明天得召开紧急会议 看看还有什么办法 能把李怀二成拿起来 不然的话回国没法交代 刚闭上眼睛 报式的跑进来 报将军 据我们查知 这个赵国人 频频的离开李城 奔黄河大帝 不知所为何故 而且多达几千人 有人眼间发现 他们各带敲稿 不知所为何故 你说什么 刚才我都说了 是这么这么回事 哎呦 公子哀也不白给 各带敲稿 明白了 现在秋天雨水大 黄河正在涨水 莫非他们要用水功之计不成 要那样的话 我们可倒了没了 他赶紧站起来 快 传我的命令 所有的大军 你到高颇之处 快转移 快转移 话刚说出来 就听外婆跟牛猴一样 有人不要命的那么喊 水来了 坏了 水来了 这眼瞅的地皮就湿 眨眼就没了些光 再一眨眼 水就高过科学 就这么快 公子哀嚇得是魂不浮体 赶紧把车手吊起来 带了几个卫队 把车准备好了 那阵出门离不开车 他们挟着呼噜上了车了 公子哀也管不了旁边了 自己逃命要紧 带着这帮人拼命的逃走 往哪逃 往高坡之处 赶紧这车没出去二厘米 那谁把车就给磨了 啊啊啊 这车是左右摇晃 公子哀命令一声 把马全给放了 就剩下一辆车了 这车变成船的是 飘飘摇摇摇摇摇摇飘 是顺水漂流 奔西北方向就下去了 公子哀回头一看 什么也看不见 原来是灯火通明的连营 现在是一片黑暗 但是呼救之声 喊叫之声 不绝于耳 联军都哀嚎啊 哇啦救命啊 哇啦救命啊 什么叫水火无情 这就是水火无情 古代的军事家 善于用火攻和水攻 你看诸葛亮火烧赤壁 诸葛亮火烧薄望坡 等等等等 那是用火 观云场水烟弃军 以水带兵 是用水 这种例子是多不胜数 今天离队的计策 也是以水带兵 二十多万联军 二百多万也不管用 你跟大自然的力量抗衡 你抗衡不住 水像排山倒海一般 把这二十几万联军冲着 马上就没了 大营不复存在 成了一片泽果呀 咱们带说公子艾 算他命大 就这车厢子摇摇晃晃 终于到了高坡之处 公子艾从车上下来了 往山坡上一坐 这阵天已放量 裂不下了 他放眼一瞅周围 全是水了 白凉凉一片 公子艾一跺脚 完了 满了 前功尽弃 二十万大军 二十万 哈哈哈哈哈哈 全完了 全完了 神经分裂 他都疯了 又抓头发 又吹前胸 哭一阵 笑一阵 最后是嘎然而止 他心里说话 我回到魏国 见着郭军 我怎么交代 我犯了车裂之罪 我 我还活个什么劲 藏朗朗 拽出宝剑 就要自杀 魏齐联军最高统帅 魏公子艾 要抹脖子 为什么 二十多万联军 这一场大水 全给冲滑了 他回去 见着郭军 怎么交代 与其叫郭军 处以死刑 还不如自行了断 这样还显得壮烈 你看看 历史上 有许多同兵大员 乘破 他自杀了 兵败 磨脖子了 这事屡见不鲜 公子艾也不例外 幸好旁边这人手机眼快 还带着几个随从 过来把他抱住了 拽胳膊得多宝剑的 跪倒在他面前是苦苦的哀求 其中有驾车的 他跟随公子艾多年了 很能讲 公子 切莫轻生 您这是何苦来 兵家胜败乃常事 何在乎 欲成一地之存亡 今天我们虽然打败了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将来咱缓过元气来 还可以报仇雪恨 您要抹了脖子 一切可全完了 您千万不能做此下下之事 公子艾也说了 楼翼尚且贪生 何况人乎 我回去没法交代 公子 你就见着国君 你就诉说真情 国君是你哥哥 他也不忍心要你的性命 如果说找理由 咱蛮可以把责任 推给齐国 就说齐国不协调 不听咱的调动 咱没有办法 顾死才实力 这不有理由吗 我想国君 也不能下棋毒手啊 大伙这么一讲 公子艾也不愿意死 一听似乎还行 也罢 就这么他没死 二十多万人 就剩他们几个人 死里套生 辗转的 回到魏国 见着魏国的国君 哭败欲敌 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把责任全推给齐国 本来这国君 匆匆大怒 听说我交给你 这么多军队 干了半年多 得了这么个结果 劳民伤财 能不想杀他们 但是他一哭一闹 再说出种种的理由来 魏国的国君 心也就软起来了 没要他的命 留在王城 继续笑病 说这话 过去了不到一年 公子哀 提出来要报仇 要统领大军 再多理怀二成 而且发泄誓愿 不夺下来 绝不罢休 但是魏国国君 心也动了 又想联合齐国 正在他们愁措的时候 没想到 赵国的国君 赵祖侯 事先派来使臣 送来许许多多的礼物 提出来当年是一种误会 要求两国之间 勇结 蒙好是互不侵犯 这是赵国有高明的人 给出的主意 你看这魏国呀 嘴里说 要报仇 要血恨 实质上前者打了个大败仗 元气大伤 根本没那个力量发兵 说点大话 转转脸面而已 一看赵国给送礼来了 而且主动提出来 勇结蒙好 算了 这面子也算赚回来了 所以魏国马上就答应了 齐国也答应了 三国之间修下蒙好 五年之内没打仗 这就是赵国的外交政策的胜利 这是后话 咱展窃先不提 说公子爱败下去了 赵国落了个全胜 全都归功于礼队 那么礼队领着五千赶死队 在黄河的笔坝上 掘开了大笔 以水带兵 取得胜利了 但这黄河的口子越开越大 水越冲越猛 达到墓地了 就不能过分了 你要过分的话 这水蔓延开来 这都是赵国的领土 那损失可就太大了 礼队一看不好 命令五千人赶军堵口子 结果白费劲 八好吧 堵可不好堵 巨大的石头往水里一放 浇水就给冲没了 那口子扔得里 他就没有了 怎么办呢 人手不够用 李对信说 没有几万人干不了这个活 他正着急的时候 荡飘飘 来了只小船 船上几十名士兵高呼 李先生 我们奉国军所拆来接你来了 大功告成了 回去吧 好好好 我正要回去见国军 他留下五千人 继续在这堵口子 他上了小船 回到里城 见着赵祖侯 他就提出自己的建议 国军速速派人的堵口子 任期泛滥可不得了 后果太严重了 赵祖侯马上接纳了 调动了三万大军 日夜不停 在这奋战的堤坝上 忙了多十日子 忙了将近十天 总算把口子给堵上 原来李怀二成的外道 全是一片泽国水乡 通过这十了天 这水也漫散开了 也浸透下去了 也就恢复了正常 但是令人独心的是什么 这天跟着坐边 老下连言语 黄河的水 必然在蒙涨 这要再把口子 二次给冲开 那没至了久 赵祖侯为此 是忧心忡忡了 想胜利返都 不敢 前脚一走 这出了事怎么办呢 就得在里城坐镇 等多点水势下落了 再走也不迟 就这样在里城 就拖延了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 早晨起来就看片 一看浓云密布 稀里里是越下越大 赵祖侯这心这个堵得慌 就甭提了 心说这可怎么办呢 把老天爷给激怒了 多点能放情呢 哪怕晴十天 这水势就下去了 他就是不清天 最后没办法 他把李队给找来了 当着百官的面 他问李队 李队啊 你对天师地理颇有研究 你看这天气怎么这样 等什么时候才能放情呢 郭军不必着急 这天哪 他放不了情 我已经看出了 从现在开始还得下一个月的雨 赵祖宗侯是锦锁双眉 李先生 你有没有破解的办法 主公啊 怎么能没有破解的办法 事在人为啊 现在有点天怒 要想叫的晴天不下雨 只有一个办法 但是我不敢说 说出来无妨 有什么办法 主公啊 这下雨不清 煮一个烟字 就是烟气太重啊 哦 是是是 另外主公 我们这里头犯小人 烟气重 不把这烟气给铲除了 这天不带清的 赵祖宗侯没听明白 眼珠转悠转悠 李队啊 我率领代甲之士 十几万人都是阳刚之士 哪来的烟气 哈哈 主公您忘了 在您的身边 还有九个有烟气的人呢 说着他一努嘴 赵祖宗侯回头一看 正是深正五 九名太监 因为他们静了身了 所以李队说 他们就带烟气 不男不女 这烟气比女人还重 必须把他们杀了计和神 这天气才能清 水才能烙 他这一个建议不要紧 全场位置哗然 连赵祖宗侯这心里都犯屁股 这真的是假的 但是一看李队 说的非常坦诚 非常严肃认真 他又一想 宁愿信其有 不愿信其无 为了李怀二成 为了胜利班师 也不得不做点牺牲了 沈正五 沈正五也不傻 在旁边早就听出来了 腿都都赚了筋 体如筛康 脸都变了颜色了 心说好厉害的李队 闹了半天 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你这是报复 但是国君叫他 他不敢不应 苦同就跪下来 参见国君 哎 沈正五啊 你跟你叔叔 深宴 跟随寡人多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我知道你是大大的忠臣 你要继续为国尽忠啊 方才李先生所言 你全听见了 现在烟气太重 为了祭和神 平息怨气 早日放晴 所以不得不拿你祭和神 你放心 你走了之后 我一定后待你的家属 主公啊 您别听他的 他这叫报复啊 他这叫报复 不必多说了 拉出去 国君一句话 做出决定 包括沈正五在内 一共九个太监 五花大绑 拉到黄河堤上 其实咔嚓一顿刀 把脑袋砍掉 把死尺抛入河中 这叫祭和神 这个举动 您说有点荒唐没有 您还别说荒唐 这件事发生之后 不到三天 天晴了 水往下降了 哎呀 一轮红日 朗诏千坤啊 人们这心里这个痛快 赵素侯一看 哎呀 李队真神人也 脱了 又等了两天 水势烙些去了 赵素侯这心也随之啪腾 落了瓶了 这才降旨胜利班师 就在庆功宴的晚会上 副将公孙福请李队吃饭 身旁没有旁人了 公孙福啊 就问李队 李先生 前者发生的事情 是烟气太重吗 是不是你找借口 借国君之道 杀了你的仇人 是也不是 深圳武是可恶 令人深恶痛绝 但是你这么做 未免有点过分吧 今天呢 咱掏心 我都说实话 望李先生直言相告 哈哈哈哈 李队把酒喝干了 把酒杯一放 那脸当时就沉起来 公孙将军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嗯 哦 你心疼他了 你动了心了 你仁慈 你怨恨 你怨悯他 是也不是 我请问问你 当初张和决地用水 灌死了五千来人 那时候你我是统兵大员 你怎么没动了怜悯之心呢 哦 杀了九个太监 你就动了心了 我问你 山正武这种人 留在国军的身旁 阿遇奉承 堵塞贤路 向这种人烟能不出 留下必为后患 我为我出奸 又有何过分之处呢 将军 既然你问到我这儿了 是 我是借刀杀人 但是我杀的是坏人 又有何不可呢 哦 原来如此 行 有你这话 我全明白了就得了 我怎么想 我认为这不是什么阴气中 是先生你找的 借口 对 公孙将军 今天我不是喝多了 也不光是深圳 凡是堵塞贤路者 得罪我的人 我是一概深恶痛绝 是非报复不可 哎呦 这句话说出来 公孙福的心里一翻个 他认为李队变了 跟过去的李队 截然不同了 而且他说这话的时候 那种表情 那种眼神 叫人看着 几面钩有点发凉啊 特别是掏心窝的 这句话 心说这人是个小人 得罪不得 万一得罪他 他就要报复 哎呀 实实在在的可怕 但是现在他立了大功 红的发紫 谁也阻挡不住 公孙福是低头不语 李队啊 感觉到刚才有点食言了 想要把那画王会拉一拉 但是又没法拉 他拿酒盖着脸 哎公孙将军 今天晚上是庆功宴 你在我面前单独提出这件事来 什么原因 你已经套出我的实话去了 莫非你要在国军面前揭发我不成 不不不不 我绝无此意 咱们是好弟兄 相处了一年挂领了 我怎么能出卖你呢 我心里头明白就得了 但愿如此 你别看他说但愿如此 那两个眼睛像两把刀子一样 直刺公孙福的心 公孙福有点冒凉汗啊 仅且是 总算把李队给说服了 庆功宴结束之后 第二天班师回朝 公孙福那是老臣呢 在赵国围观多年了 能不揭发吗 他抽了个空 面见赵素侯 把李队的所言所行所为 啪啪啪 如实的一句话没剩的 都给反映上去了 赵素侯听完之后 半天没说话 两个眼睛转动了多时 公孙福啊 你把实底交给寡人就对了 虽然说在前提 我日理万机 愁长百转 但是有许许多多的事情 我也看得清清楚楚 拿山正五来说 小人得志 这个人是自作自受 他不听我的解劝迟早的摔跟头 我不欺然得了这么个下场 我也明明知道 李队想借刀杀人 但是为了平息民愤 我抱着一线希望 也希望水能落下去 宁愿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所以我把它做了牺牲品了 也没什么可惜的 但是从这件事情 发现李队 绝不是正人君子 对这种人 我们要多加谨慎 要限制使用 这样吧 我交给你一件事 回到京城之后 你把别的事情全撂下 你给我认真调查 李队的出处 此人究竟从哪来的 他家庭的历史是怎么个情况 他是怎样一个为人 一定要给我调查清楚 明白吗 遵旨 书说简短 公孙福回到京里之后 秘密的开始行动了 您别忘了这句话 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 按现在新词来说 公孙福奉旨之后是内查外调 要揪上这个事没完 非要调查清楚 那没个不清楚 利用了一段时间 果然把李队的身世 摸了个清清楚楚 而且如实向赵素侯 做了汇报 那么李队 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 他是什么出身 过去他是干什么的 公孙福全了解清楚了 公孙福全了解清楚了 闹了半天 他家呀 原来是鲁国的人 鲁国就是山东一带的人 自幼父母双亡 他跟他哥哥长大成人 他哥哥叫李显 就是他们弟兄二人 鲁国也经过战乱 日子没法过了 后来他们经过辗转迁徙 就搬到了中山国 这中山国呀 离这赵国不远 小国不大 但这挺富足 中山国的人 也有习武的习惯 大圈推腿 使枪弄棒 要不那么小个国家 再不会点武功 早叫人给吞定了 同时中山国 这个地方非常富足 老百姓日子 普遍过得都不错 所以他们哥俩 到了中山国 叫房子郡 找这么个地方安身 他哥哥李显呢 会少一 就是木匠 盖房子 什么都行 这人天生的灵巧 就是他过去没干过 用眼睛就看 他心里就有数 他就能把这个活 给你干好 又勤尽为人 又和善 所以哥俩到了中山国 房子郡之后 定居下来 小日子一天比一天 过得好 李队干啥呀 他哥哥耍手一挣钱 吃喝不愁 就把他给养起来了 这个李队整日里 是游手好闲啊 驾鹰玩狗 什么勾当都干 接交了中山国 房尚俊一帮泼皮 这泼皮呀 按现在的词 就是地皮流氓 交了那么一大帮人 胡鹏狗友 整天出入饭馆子 喝个宁兵大醉 惹事招飞 他哥哥没少给他平息事顿 有时候就劝他 兄弟 你试好几了 你快成年人了 你别给我捅帽蛋了 要照这样下去 咱们能安身立命吗 你看看咱的邻居 都用什么眼光看你 千万可不要给我惹事 听没有 哎哎哎 李队嘴头上答应了 实质上 行为上不改 反倒变本加厉 他哥哥李贤哪里知道 到了自己要成亲的时候 因为这一结婚 就闹出来大事 书接前文 咱正说李队的身世 这是经过调查 了解来的情况 完全属实 他跟他哥哥李贤 截然不同 他呢 整日里是游手好闲 东赚西挂 玩狗 驾鹰 跟一帮泼皮打交道 有时候喝醉了酒 还闹事 邻居没有不烦他 他 心里说我们怎么这么倒霉 来这么一户人家 但是看在他哥哥的份上 也就没办法 因为他哥哥 李贤是个正人君子 别看是个手艺人 为人和善 左邻右鞠 没有不挑大拇指称赞 见着什么人说什么话 从来不闹事 而且心灵手巧 每日挣的钱还不在少数 早早的走了 晚晚的回来 起早贪黑的认真干活 这哥哥俩就这么不同 这李贤岁数也不小了 该到这结婚的年龄了 惊人介绍 这中山国房子俊 有个姑娘 家里头小门小户 但是也是好人家 把这姑娘就许配给李贤了 书说简短 两个人结婚之后 夫畅夫随 小日子干得挺好 李贤出去干活去 收入又很优厚 媳妇在家料理门户 美中不足的 她媳妇才发现 这没人也没说 家里还有个小叔子 闹了半天 这个小叔子不是东西 每天领帮人到家里来 嫂子 给炒俩菜 我们哥们想要喝几重 你说你答对不答对 不答对把她得罪了 答对吧 从心往外那么烦 心说都是干嘛的 歪戴帽子斜瞪眼 说些话口无折拦 什么话都说 这当嫂子的 从心往外就那么烦 一回行两回行 长了就产生了矛盾 这嫂子偷着就跟李贤说 你这是个啥兄弟 你整天在外 你知道不知道 他一天无所事事 惹事招灾啊 你看跟什么人打交道 这要长久下去 这日子没法过 你存点钱都不够给他搭的 你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哎这李贤总说 哎呀 我们哥俩自幼没有父母了 他跟着我长大的 交纵惯了 慢慢来吧 我就这么一个亲人 你把心胸放宽些 刚结婚行啊 这当夫人的能忍就忍了 时间长着实在接受不了 就跟李队之间发生了摩擦 比方说 李队有时候领人来了 嫂子 给弄俩菜 我们喝两种 你哥没留钱 没有 对不起 说这话一甩袖的 罢工不给做了 把李队就给干到那儿了 后边还跟着一帮朋友 他有点下不来台 只有这样的事情 截二连三的发生 李队对嫂子也心怀不满 心说要不看我哥的份上 我叫你吃一顿老圈 我得狠狠 一削你一顿 我也出不来这口气 但这个摩擦是越来越严重 矛盾越来越加剧 结果该着出事 什么事呢 这一年中山国 到了雨季的时候 这水就太大了 这雨天天下个不停 时间太长了 有些老百姓的住宅是 防倒污塌 都给泡糟了都 也莫说穷苦的市民 就那有钱人家的房子 也损坏了不少 单说房子郡的郡首叫贝宁 他是郡首 一郡的行政长官 这个贝宁呢 是花钱买来的官 他本身一点本事都没有 他就知道当官发财 因此走马上任之后 刮捡地皮 苦害百姓 实行了很多不合理的政策 老百姓对他是深恶痛绝 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花了的房子能有百间 那房子有的质量好 有的不行 这一下连言语 他的住宅后面 连着十间房子全倒塌了 这个贝宁就挺补心呢 赶紧找人修缮 这一招募工匠 招募了二百来人 其中就有李显一个 李显还算个小工头 在这指挥着 大家冒雨在这干活 清除倒塌的房子 重新垒砖 重新盖房子 那三天两头能盖得完吗 因此起早贪黑 到这来上班 单说这一天 这雨不怎么下来 在清除现场的时候 一清除之后 捉完瓦木料 也不知道是谁 发现了一件宝物 哎 大伙看看这是什么 这李显也就过去了 倒跟前一看呢 从那个瓦力堆里头 发现了个盒子 一瞅这盒子就非同寻常 四个鸡脚 包着白铜 玲珑剔透 描着花纹 一瞅这盒子 这是个白宝箱啊 这是 这里边装的肯定是贵重的东西 有人就建议 打开看看 哎呀 老天爷睁眼了 也盖着咱们穷人 发笔横财 真要是白宝咱哥 行就把他分了 结果 翘开一看 空空如眼 是个空箱子 有人说不可能啊 这么好个盒子 怎么里头是空的呢 莫非以前被人把里边的东西拿走了 大家对着这个盒子是议论纷纷 这件事叫贝宁知道了 贝宁听说在他们家的废墟上 发现了白宝箱子 这家静坐发财的梦了 因此积极的赶到现场 到这一看盒子依然存在 打开手空空如也 他有点不相信 他对周围这些干活的工人都产生怀疑了 把眼睛一瞪 说 怎么回事 这盒里的东西谁拿起来 快交出来 大伙都说 大人啊 我们发现的时候里头就是空的 什么也没有 我们正在怀疑 胡说八道 你 你 你 还有你 都给我逮起来 包括李显在内11个人 全给抓起来 他是郡守 执掌司法大权 一句话把这些人投入大牢 哎呦 这些人可受了罪了 白天没事 晚上过堂啊 动用了各种刑具 非叫这帮人招供 可这帮人冤枉啊 什么也没看见 怎么个招法 被打的是死去活来 后来这贝宁一看实在也没法了 他一琢磨可能是个空巷子 我驱往这帮人 像那驱往你就放了就得了 不见 估计脸面 有错抓的 没有错放的 他一想我白折腾哪行啊 这11个人 我怎么也得挣点钱呢 他给规定出来了 可以取宝释放 但是每个人的身价 是1000枚 1000枚钱就给放了 那人的钱一个铜子 叫一枚 1000枚对穷苦人家来说 也不是少数 通知了家属了 李队呢 正为他哥哥的事着急呢 哥哥无端被抓了 这李队急的什么死 到处托人打听信息 后来终于盼着有这个好消息了 可以花一千枚钱 把哥哥保出来 他能不高兴吗 但他哪来的钱呢 就得管他嫂子要 他一六分回到家里头 开开门就问他嫂子 嫂子 家还有多少钱 这事也怪他嫂子不对 嫂子冷着个脸 看了看他 要干什么 你又想请朋友吃饭 不不 嫂子这回可不是 这回拿钱赎我哥哥 我哥哥的官司 接近尾声了 可以取保释放 人家规定要 一千枚钱 凑上这钱 马上就放人 早放出来 少遭点罪啊 嫂子 快把钱拿出来了 他嫂子是 无动于衷 不慌不忙的 四平八稳 往那一坐 没钱 没钱 我哥哥平日 挣那么多的钱 全交给你了 你都存起来了 你弄哪去了 一千枚钱 你都拿不出来 一枚我都拿不出来 我就这么跟你说得了 拿得出来 我也不拿 为什么 你跟我哥哥的夫妻感情 难道一点都不存在吗 对 就因为有你 我倒了八倍 我的血没了 我怎么嫁到你们家来了 事先怎么没了解清楚 要知道还带你这么个浪道 我死 我也不嫁给他 我这些日子 我受得最够巧的了 我净受窝能气了 我就有点钱了 我也得留着过河钱 我也不能去保他去 你 你真是狼心狗肺呀 我哥瞎了眼 娶你这么个败家的女人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没钱 赶紧给我出去你 嘿 这李队的火爆子脾气上来 还没能把他嫂子给掐死 自己把箱子砸开 把钱拿出来 但他没那么做 毕竟是嫂子 这伙三起三落的 转身他走了 干嘛去了 找朋友借钱去了 可无奈啊 他这些朋友 大部分都是穷苦人 有钱就花 谁也不带存钱的 他跑的鞋底都薄了 跑了两三天 凑上二百枚 那那差得太远了 还少八百枚呢 那怎么能行呢 他没办法 硬着头皮又回到家了 嫂子 你消消气 我是我 我哥是我哥 你们俩是夫妻 对不对呢 咱把事分辨清楚 我哥哥现在得坐牢啊 他受老了罪了 天天挨打呀 你就把钱拿出来 我把我哥哥赎出来 你不是烦我吗 往后我走 行不行 先把我哥赎出来 这个总可以吧 没钱 你就说个天花烂坠 我也不拿 嫂子 你可不能逼我呀 呀 我不拿钱 怎么算逼你了 我就是逼你了 你敢把我怎么样 你 嫂子 你要把我逼急了 我什么事 我可都干得出来 那你今儿就干个试试 我就不相信国法昭彰 你还敢做出出轨的事情来吗 你拿钱不 不拿不拿 就是不拿 我再问你一句 你拿不拿 就是不拿 哎呀 拿拿拿拿拿 把李队真气疯了 望上一重 一把 把他嫂子的头发给耗住 感情这个女人也不是善茬子 回过头去 就叼住李队的胳膊 狠狠咬着一口 他就不撒嘴了 这李队实在没有办法 一个跟头把他摔倒在壁 进厨房把菜刀抄出来 罩到嫂子的脑袋上 咔咔就是两刀 这两刀没把他砍死 这个女人拼命的呼救 杀人啦 杀人啦 这个女人声音又尖 传出多老远 李队可真急 最后一刀砍得致命之处 他嫂子死了 血流满地 李队也顾不得许多了 他也没清理什么现场 进了李队屋里 把柜子给劈开 一看这女人还真能攒钱 那钱归归整整 在里边搁着 大包小包的 何止是八百枚 远远超过这个数 他凑足了一千枚 把剩下的钱往兜里 他一吹 转身他出去了 把房门倒锁 直接赶奔衙门 这衙门早就交代好了 交钱就放人 十一个人呢 大部分都赎回去了 还剩下几个 也包括李显 这李队到这没说别的 把钱光当往桌上一放 我来保李显 人家一看底部 李显在这呢 凑足钱了 你过过数吧 啪啪啪一数 一千枚 放人 把李显给放了 刑具去掉了 李显打得浑身是上市 劈头三发呀 一缺一点的出人 兄弟你保我来了 哥咱走 他夹着他哥哥 拐弯抹角离开城了 往郊外走 越走越快 李显傻了 兄弟 咱不回家吗 咱这是上哪儿去 哥呀 没家了 你快跟我走 你说这话啥意思 你别问了 你快跟我走 他哥哥实在走不动了 他背着他哥哥 一溜歪斜 走出几十里地去 实在走不动了 在小山坡上 哥俩坐下 这李队是通身是汗 他哥哥这才注意看看 一看他弟弟 斑边身子 斑斑的血迹 兄弟你怎么出血了 这哪来的血 哎 哥哥 我对不起你 咱没家可归了 请你原谅你弟弟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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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他也没隐瞒 把事情都说了 李显一听是呆若木鸡 完了 穿完了 但是一想 人怕笔 马怕骑 我兄弟尽管游手好闲 他说话都是实实在在的 我媳妇但分有一点通情 打理之心 不是这样挤对他 他也不能下次毒手啊 食也 运也 命也 哎呀 该着啊 李显是个明白人 想着这说话 兄弟 你呀 也不要过分自责了 你想想 咱哥俩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吧 哥 我都想好了 中山国咱没法待了 统缉令一下 咱俩谁也活不了 我看呢 干脆咱投奔赵国吧 赵国挨着中山国 再往前走不远 就是邯郸 邯郸是个大城市 非常富裕 非常发达 人口又多 咱们到那儿 苍生 中山国赶上赵国去抓人吗 当然他不敢了 咱们可就活了 凭着哥哥 你的手艺 我也长大成人了 迟早咱这日子 也能过得挺好 您呢 再娶个贤德的媳妇 您看到没有 哎 事已至此 也只好如此了 可是赵国咱一枚亲戚 二枚朋友 投奔谁去 哎 有命不怕家乡远 咱们从鲁国到中山国 不也没处投奔吗 不也过得不错吗 现在你就别想那个了 赶紧离开是非之地 哎呀 我上行上的两条腿都是上 寸步难行 我背着你 这李队啊 对他哥哥还真好 因为他哥最疼他 他背着他哥哥 艰难的往前跑 想要投奔赵国 头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咱们夜宿野地 胡罗八兔的休息了一晚上 第二天天不亮 又街巢往前走 过了一个小镇店 买了点吃的 又喝了点水 哎 他哥哥这伤多少 渐轻一点 这李队忙里抽闲 兜里还有点钱呢 他买了把禽刀 把这刀子拿布 裹吧裹吧 插到怀里头 以备不识之需 然后街巢扶着他哥哥 还往前跑 跑到第二天 忽然听见背后 尘头大起 人寒马斯 在前边那跑不了了 在前头那就是啊 哥俩惊恐万端 回头一看 一辆车子 如非自荐赶上来 坐车的人 正是郡守贝宁 带着几个抓拆办案的 一共十个人 两辆车在后都赶上来 怎么回事 因为李显的媳妇呼救的声音 惊动了四林 一开始四林没敢出来 后来有人发现这李队 冲冲忙忙走了 砸开门进去一看 啊 一具尸体 知道出了人命了 你不告发 这事谁都有责任 这四林率先到了郡守衙门 就告发了此事 等贝宁知道了 再过来验尸 一打听 谁干的 说肯定是李队干的 李队把他哥哥李显给保出去了 作为郡守 职责所在 他不能不追究 派人一了解情况 有人看见了 说有一个人一缺一点的 叫一个小伙子架着 出了西门了 好像奔赵国的方向 所以他们驾车来后 他就追 一前一后 正好走到这 遇上了 旷野荒郊 两旁边都是山轮不断 正好走到这 贝宁一看 站住 给我站住 车子绕到前面去 把道路给堵死 他哥李显一看 瘫痪在地 瘫了 人命关天 瘫了 兄弟 咱认了 这李队还真有点不服气 眼珠子都红了 哥 你就得这坐着看好 看兄弟 我的 你要干啥 你还敢巨婆 欧差吗 那当然了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能乖乖地叫他们给逮住吗 你能呢 你行 哥 我这些年游手好闲也使枪弄棒 我学了几招 你放心吧 说着这李队把周身上下 手是个紧尘利落 一伸手把琴刀拽出来 蹭一跳 他过去了 这贝宁在车子上一看 哎呀哈 你干什么 你还想造反不成吗 我且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李队 那个女人是你杀的吗 不错 我杀的 好样 敢做敢当啊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你跟着回去打官司吧 把他抓起来 过来两个当差的 就想伸手 李队一看 不玩命是不行了 李队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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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做摆 李队一看 给我